那不管是去年的艾米诺特 还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科瓦列夫斯卡亚 他们的试迹都在告诉我们 女生的数学能力并不比男生差 女生也可以学好数学 所以对于以后想学习数学物理 或者其他理科功课的女生 你们不要在意周围的闲言蜚语和偏见 坚持下去一定就能成功 好吧 当然男生也是一样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著名数学家 脱普学家江伯居院士 在两年之前所做的一场 有关数学教育改革的报告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深入 在这场报告中 他谈论了很多话题 就比如说所有教育的改革 最初所含的口号 都是要给学生减负 但为什么事实恰恰相反 越改革学生的压力 学生的负担越重呢 这是一个灵魂问题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江伯居院士的观点吧 江伯居院士说2000年的时候 我国推行了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运动 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名 削减内容 改组体系 制定国家标准 重新编教材 然后这个运动成为课改运动 这个课改运动 引发了教育界的一场地震 然后2006年的时候 江伯居院士他就说过 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一刀切 小国可以 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以的 课程标准 讲什么怎么讲 全部规定了 一般来说 这课程的标准只能是最低标准 而不是最高标准 就是课程上面规定讲什么 这是学生最低要掌握的内容 这不应该成为最高的标准 但是不幸的是 20年的实践证明 江伯居院士还是太天真了 高考题目不能超标 高考不考的课堂上不教 课标就成为了最高的标准 然后高三全年不上新课复习考试 高考成绩扁平化区分度低 大学老师抱怨学生水平 下降不爱学习 这个是很多老师都在抱怨这个事情 然后学生被学校封闭管理 或者被家长半封闭管理 非常的苦闷疲惫 千万的学生也确实非常的累 尤其是许多家长怕学生教的太少 拼命的给孩子照辅导班 甚至出国读书绕台高考 催生了中国特有的一个 无比繁荣兴旺的课外教育循环 现在的课外教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虽然一直在明明禁止 但是根本就禁不掉的 那课改给学生减负的目的达到了吗 当然没有 一方面课改损害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和性格成长 高三确实是最好的金色年华 学生应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却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为了备战高考 而不断的重复的学习 以前的题目套路 兴趣爱好被淹没 志愿的选择 屈从于家长的意向 学生高三一年的压抑和煎熬 其心理创伤的广泛和深刻 超过了新冠的冲击 其长久的负面影响 超越了一年学业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 这阻碍了高等教育的现代的话 很多国家早就把微积分引入了中学 但是咱们国家虽然也出版过高中用的微积分教材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然后举了一个例子 20多年前北大物理系在讲物理课程的时候 因为学生没有学过微积分 只能在物理课上讲微积分 不得不说有点离谱 大一的数学知识被困在17世纪以前的平台上 要知道微积分以前的知识 人们很早知道就搞清楚 然后江伯居院士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冒昧的提了一个建议 说中学课程改用弹性的体系 以快慢班或者选修课的方式 使毕业学过初等微积分的比例达到15%左右 15%左右其实已经是很多很多人了 高考试题不含微积分 但是这门课的经历与成绩 记录招生档案 给高校的专业录取与选课指导做参考 但是他也说了 这个是很困难 800万高中毕业生 15%是百万之重 然后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然后他最后又总结新的说到 历史证明深刻的改革总会 送一部分人的奶酪 为更多人创造更多的奶酪 又有随时被唾沫淹死的可能 前几年的自主招生试点 就是这样的例子 上面就是江伯居院士 所讲的部分内容了 大家如果想看完整版的 可以去中国数学会的公众号上面找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 就是最后他所提的建议 让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就学习出等微积分 这个要实施起来难度特别的大 他自己也说难度很大 那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想发表这些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中发表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VV 咱们又见面了 之前我发布了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 讲述了我认为的美国教育的一个缺点 第二个视频 回答了大家在第一个视频中问的问题 我本来以为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我发现了 大家对于美国教育这个话题 非常的感兴趣 在第二期视频下面呢 仍然留下了很多评论 还有不少问题 我看了一下评论 发现其中最为重要 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在第一期视频中说 美国教育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不注重学生的手算能力培养 导致很多学生的手算能力很差 那为什么手算能力这么差的 美国数学依然很强 能培养出很多数学家呢 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有这么一个疑问 那我今天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的逻辑就不对 这并不算是一个很好很合理的问题 大家普遍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好 我说了美国教育的一个缺点 那美国的教育就应该不好 那美国教育不好 那他就应该培养不出来 什么人才数学就应该不强 但这不适合试试矛盾吗 大家可能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逻辑链它是有问题的 我说了美国教育的一个缺点 并不代表美国的教育不好呀 并不代表美国不能培养出数学人才呀 要知道任何的教育制度都有好有坏 我说了它的一个缺点 但是美国教育也有很多优点呀 就比如说美国教育非常喜欢鼓励人 老师非常喜欢鼓励学生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当了四年的助教 这四年中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学生 我一直都是鼓励学生的 即使学生总是问我一些非常简单的 而且问了我很多次的问题 我也会鼓励他们说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然后开始给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学生 我周围的所有老师 他们也从来没有在课上批评学生 一直都是在鼓励学生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 鼓励学生能够给学生信心 再比如说在美国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 在很大程度上说可以算是朋友关系 不像国内的那样上下级的关系 这样平等的关系会给学生的心力 减轻不少压力 学生比较放松 这对于科研很有好处等等等等 我们并不能因为美国教育存在一个缺点 反而否定它优点 进而否定整个教育体制 这种逻辑是完全不对的 他的教育有好有坏 不能因为说我提出了一个缺点 然后就说整个美国教育不行 就培养不出人才 这个逻辑是完全不对的 第二个 我指出了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很多学生的手段能力都很差 但是这和数学科研和培养数学人才有关系吗 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要知道这些手段能力很差的学生中 绝大部分将来并不会去读数学博士 更不会参与数学科研 他们可能连数学科研是什么都没有任何概念 实际上他们也不需要有概念 对于将来要从事数学科研的少部分学生来说 学校注不注重培养手段能力 自己的手段能力强不强有关系吗 没有什么关系的 根本就不会影响 因为手段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想学一下子就学会了 所以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手段能力 这个缺点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的 以后不会从事数学科研的学生来说 是有不少影响的 但是对于将来从事数学科研的人来说 几乎没什么影响 第三个 美国对于顶尖的人才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能吸引来很多的优秀的数学家 我在上期视频中提到过 从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中 一共举行了六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有22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 其中只有两名数学家来自美国 但是生余的20名数学家中 却有11名数学家和美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他们要么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 要么在美国当了博士后 而且在博士后期间发表了重要的工作 要么就在美国的高校任职过 所以说即使美国的数学教育存在一些缺点 甚至这个缺点比较大 导致美国没有办法正常的培养出数学家 数学人才来 那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他培养不出来 他可以从别的地方挖来数学家帮他培养呀 对吧 所以呢 美国数学确实比较强大 其实有一些小的缺点呢 可能也不是很要紧 那我再来总结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太对的 因为我只提了美国教育的一个缺点 我并没有否认整个美国教育 所以呢 这个问题的逻辑是不对的 第二个 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手算能力 这个缺点 对于要从事数学科研的学生来说 几乎不能算作是缺点 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 第三个 即使美国教育有一些小的缺点 那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挖来数学人才 从别的地方吸引来数学人才 那这就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局中说出来 咱们可以进行友好的交流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的拜托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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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icky 咱们又见面了 哈 今天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呢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 脑子特别的迷糊 不清楚 整个人都特别的难受 非常的痛苦 我就在想 我会不会也发烧了 因为这几天呢 国内的疫情很严重 我的很多朋友 同学 还有家人都发烧了 我在想 我会不会也那样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就用体温计测了一下 我的体温 结果一测98度多 真的把我整个人都给吓坏了 我就在想 我真的烧了这么厉害了吗 我这个人都要被烧开了呀 但是后来呢 我又转头一想 好像不太对 98度多好像太高了 我当时脑子真的很不清楚啊 看到这个数值 第一反应呢 就是被吓到了 然后就 第二反应呢 就感觉好像太高了 不太对劲 然后我就用体温计 重新测了一下 然后还是98度多 我这个时候呢 很慌 但是也觉得这个体温计 确实是不太对劲 然后我最后又测了一下 还是98度多 这个时候呢 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可能真的很烧 但是呢 这个体温计也确实很坏 我就准备把它扔了 准备重新买一个 但是就在我准备把它扔的时候呢 我在右上角 突然看到F这个标志 这个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是华氏度 不是摄氏度啊 唉 我才想起来美国用的是华氏度 不是摄氏度 我真的是被气死了 然后呢 98华氏摄氏度呢 也是36度多吧 所以呢 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体温 虚净一场 我整个人呢 还是没有发烧的 唉 华氏度真的害死人呢 唉 真的很无语 最后 我希望大家最好不要感染新冠 身体能够抑制健康 如果你不小心感染了呢 也希望你能够快速的恢复 不要留下后一阵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众心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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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于子一 咱们又见面了 好 情人节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象呢 祝有对象的各位 情人节快乐呀 记得上次七夕节的时候 我出了一期视频 盘点了一些终生未婚的数学家 那今天情人节 我就再接再厉 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 终生未婚的数学家 艾尔德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 听说过的扣一 没有听说过的扣二 他可能最符合普通大众 对于数学家的刻板印象了 他极其热爱数学 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数学 对数学之外的任何事物呢 都没有什么兴趣 他每天会思考数学问题 长达十几个 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非常的努力和刻苦 为了保持如此高强度的脑力运动呢 他经常会喝咖啡 甚至服用药物 来刺激自己的大脑 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兴奋 他说过一句名言 数学家就是一台将咖啡 转变为数学定理的机器 这句话特别的有名 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 大家知道人老了之后 注意力精神等会大幅度的下降 远不能和年轻时候相比 一般来说 不能进行高强度的脑力运动 但是艾尔德什老了之后呢 他会服用很多的药物 来刺激自己的神经 让自己的大脑 仍然高速的运转 直到去世前几年 他每天还思考数学问题 19个小时 真的非常的刻骨 甚至说非常的偏执 当他想不出来数学问题的时候 他会毫无征兆的闯入朋友家中 即使在凌晨 他也会疯狂的敲朋友的门 将朋友从睡梦中拉起来 一起讨论数学问题 有很多人劝他多休息一会儿 他说坟墓中有的是休息的时间 郑英伦那句话 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自会长眠 他一直认为如果一个数学家 不能产生新的数学成果 那他就相当于是死了 这也可能是埃尔德什 一直非常努力 不断想产生新的数学成果的原因 埃尔德什一生没有伴侣 没有结婚 无子无女 可能他也不需要爱情 爱情只会影响他的研究 埃尔德什在数学阶中 留下了一项非常惊人的记录 大家知道是哪一项吗 他是有史以来 发表数学论文最多的数学家 他一生一共发表了1500多篇数学论文 可以说非常的多了 发表论文第二多的数学家 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拉 这项记录前无古然 后也很难有来者 因为如果你了解数学这个专业的话 你就知道发表1500多篇数学论文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埃尔德什在数学中 做出了非常多重要的结果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他和数学家塞尔伯格 一起给出了数数定理的出段证明 而数学家塞尔伯格也因此 在1950年获得了费尔子奖 埃尔德什因为他在数学中 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 他在1983年获得了沃尔夫奖 沃尔夫奖是数学界中的 终身成就奖 他能获得这个奖项 也说明了他在数学界中 确实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除了喜欢自己思考数学问题之外 埃尔德什还特别喜欢 和别的数学家 讨论数学问题 一起合作写文章 他一生一共和500多位数学家 合作写过文章 可以说相当的多了 由此还诞生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概念 叫埃尔德什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什么是埃尔德什数呢 简单来说 埃尔德是自己的埃尔德什数 定为0 直接和他合作过文章的数学家 的埃尔德什数是1 如果数学家B和数学家A 合作写过文章 而数学家A和埃尔德什 又合作写过文章 那数学家B 他的埃尔德什数就是2 以此类推 埃尔德什还特别喜欢发掘 和培养年轻的数学人才 并指导他们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在1985年 埃尔德什指导过 当时年仅10岁的陶哲轩 数学问题 并留下了这张非常著名的 数学照片 埃尔德什不仅是一位 非常伟大的数学家 还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 他总是会把自己所获得的奖金 还有工资的绝大部分 都捐给别人 甚至会捐给乞丐 在1983年 他获得了沃尔夫奖 同时还获得了5万美元的奖金 他自己仅留下720美元 作为日常的生活开支 剩下的所有奖金都捐出去了 设立奖学金 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 围绕着埃尔德什还发生过很多 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就比如说埃尔德什虽然自己没有结过婚 但是他当过红娘 在20世纪30年代 他和另外两位数学家 一位是乔治·塞凯赖斯 另外一位是埃斯特·克莱因 他们三个一起研究一个数学问题 在研究的过程中 塞凯赖斯和克莱因这两位数学家 越走越近 最后擦出了爱的火花 以至于最后结了婚 他们三个最后也是成功的解决了这个数学问题 埃尔德什也为了纪念这两位数学家 他成功的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将这个问题命名为Hitie Ending Problem 寓意着这两位数学家 因为这个问题 而产生了幸福美满的结局 可以看得出来 埃尔德什为此也非常的开心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埃尔德什解决了数学问题 而另外两位数学家既解决了问题 又结了婚 可以说非常的幸福美满 是一个三营的局面 在20世纪50年代 当时的埃尔德什正在美国的圣母大学任教 他受到了邀请想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为此他向美国的移民局提交了再入境的申请许可 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 所以移民局就派一些官员 问他的一些社会主义相关的问题 就比如说问他 你觉得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埃尔德什说 马克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然后移民局又问他 如果你有机会 你会去匈牙利访问吗 然后埃尔德什说 当然因为我的母亲还有很多朋友都问那 因为埃尔德什是一个匈牙利人 但是要知道当时美国真的是麦卡锡主义盛行 非常的抵触社会主义 他这些回答被认定成同情共产主义 所以移民局决定 如果他出了美国九年之内将禁止再进入美国 后来他当然还是去荷兰参加了学术会议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热爱自由的人 然后呢 你否应当的他回不去美国了 他也不留在欧洲 然后最后去了以色列 1996年埃尔德什正在波兰的华沙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参加会议的途中 他突发心脏病而亡 享年83岁 这种死亡方式可能是他自为显乐的死亡方式吧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正在给一个讲座 在黑板上完成了一个重要定理的证明 这个时候有观众问 跟一般的情况会怎么样 我会转过头微笑着对他说 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 然后倒地而亡 在参加会议的途中去世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埃尔德什的心愿吧 作为普通人 我们很可能一辈子都达到不了埃尔德什那样的经济和高度 但是我们应该为人类有这样纯粹 这样认真 这样努力的数学家而感到骄傲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子一 咱们又见面了 首先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那就是我25岁了 在这里祝玉子一生日快乐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和我说 你在美国留学 为什么不多拍拍留学Vlog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留学生活的 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我都有一些无奈 为什么我不喜欢拍Vlog呢 原因特别的简单 那就是因为我的生活每天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都是重复的 简单而又乏味 真的没什么好拍的 可能说到留学生 大家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 觉得他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丰富多彩光鲜亮丽的 然后顺便在脑子里脑补一下 他们想象中的生活 就比如说今天去这个城市旅游了 明天去那个景点打卡了 后天去那个主题公园玩了 大后天去自然公园玩了 大大后天去听演唱会了等等等等 然后顺便拍个视频啊 拍个Vlog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快乐的留学生活 那确实是有一部分留学生是这样的 我就认识一些 但并不是所有留学生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此 我的生活方式就比较简单 每天都是差不多的毫无波澜 我每天早上去学校 傍晚的时候在逢学校回家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如此 寒暑假节假日 也是如此 当然了 特殊情况除外 就比如说如果有暴风雪 或者校园发生了枪击事件 我就会乖乖的待在家里不去学校 远门就出的更少了 除了参加学术会议之外 我都不想离开我所在的城市 那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拍的呢 拍一两次Vlog或许可以 拍多了就实在是太无聊了 难道让大家天天看我走路学习吗 那也太没有意思了 那你问我这样的生活快乐吗 开心吗 我的回答是我挺快乐的 每个人追求快乐的方式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出去旅游出去玩 增长见识 而我喜欢待在学校里 和老师讨论问题 看看书啊 收获的知识也挺开心的 而且像我这样 喜欢简单生活方式的人 其实并不少 有很多人都喜欢比较简单的生活 就比如说我的导师 他的生活也很简单 每天两点一线 从家到学校 再从学校到家 也是非必要不出远门 那视频的最后呢 再一次祝自己生日快乐 希望新的一年里 可以能够更加顺利 做的视频大家能够更喜欢 好吧 那就这样了 古的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Yufi 咱们又见面了 好 今天下午呢 我看了一眼我的私信 结果发现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一直有人和我发现 就说 张一堂有关 朗道膝盖零点猜想的论文呢 已经贴出来了 希望我能够解读科普一下 我呢 说实话有点被吓到了 因为我没有听说过 相关的消息 后来呢 我就赶紧去网上搜了一下 也问了一下我的同学 发现了 他的论文真的挂出来了 只是没有贴到archive上面 但是已经传开了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他的论文 在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佩服一下 神通广大的网友 能够这么早知道这个消息 也感谢你们 让我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的这个结果呢 是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果 这期视频呢 我就十分简阅的科普一下 他这篇文章 科普一下他的工作 在科普之前呢 我得强调三点 首先呢 他这篇论文 只是预印版本 还没有正式发表出来 也就是说 这篇论文呢 还没有接受其他数学家 其他同行的审核 所以呢 虽然大概率是对的 但是也有小概率 其中是有错误的 正确与否呢 要等待其他数学家的 审核完毕才行 这篇论文呢 特别特别的长 长达111页 所以审核呢 可能需要挺久的 可能需要几个月 也就是说 过几个月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篇论文是不是对的 所以呢 我这篇科普视频 只能假设 他的结论是对的 然后我就科普一下 他的结论 我假设他是对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需要等待其他人 审核完毕才行 其次呢 因为他的这篇论文 特别特别长 像我前面说的 有一百多页 所以呢 我只能科普其中的 主要定理 而不能科普其中的细节 实际上呢 我也不懂 因为整篇论文呢 都是非常非常硬的 解析数论 我没有时间看 也看不懂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了解细节的话呢 可以看一看张一棠的讲座 他明天呢 会公开的讲他这篇论文 而且在b站上有直播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听听他讲 他讲的话呢 肯定会特别详细 可能要讲一个多小时吧 我不知道什么是朗道膝盖零点猜想 实际上呢 我之前做过一期科普视频 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呢 可以重新回看一下那期视频 只有你知道了什么是朗道膝盖零点猜想 你才能知道他做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好吧 那就这样了 废话不多说 那我就开始科普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张一棠的这一篇论文 他论文的标题呢 叫discrete mean estimates and the朗道 figure zero 这是他论文的标题 然后他论文的长度呢 特别特别的长 长达111页 然后这是他论文的摘要 然后我们就直接看看他证明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证明了这么两个定理 这是这篇论文的最重要的两个结果 就是这两个定理 定理一和定理二 定理一说的是 如果kai是一个实特征呢 那L1kai就要大于右边这个数 这个数呢 我之前挺过 L1kai呢 就是迪利克雷L函数 在一处的取值 我之前的科普视频提到过 然后呢 这里的C1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长输 这个C1呢 它不依赖于kai 而且呢 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长输 就是我们有办法估计C1 然后由定理一呢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定理二 定理二是定理一的推论 定理二说的是 这个L函数呢 在这个区域上面没有零点 这就是它证明的两个结论 定理一和定理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原来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到底说的是什么 原来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呢 说的是 迪利克雷L函数 在这个区域上面呢 是没有零点的 这是原来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说的是 在这个区域上是没有零点的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呢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科普视频 我之前提到过 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结论 可以发现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张一唐证明的这个定理二呢 它的指数是负2024 而真正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呢 这个指数要变成负1 所以呢 张一唐证明的这个结论呢 其实是比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要弱的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完全的解决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好吧 如果它要真正的解决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这个数 要变成负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原来的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最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 是由数学家西格尔证明的 他证明了这么一个定理 就是说L函数呢 在这个区域上面呢 是不为零的 我们来看一看张一唐的结果 其实它的结果呢 比这个结果要好太多了 首先呢 这里是logd 这里是d 这一个呢 就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其实呢 在西格尔定理中呢 这个常数呢 它是依赖于Figma的 而且呢 这个常数是不能被计算出来的 而张一唐的这个常数呢 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 而且跟Figma是没有关系的 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Figma 这是一个一致的常数 对所有的Ki呢 都有这么一个常数 是同一个常数 所以它的结果呢 其实比西格尔这个结果 要强非常非常多 然后张一唐最后还说了 这个常数在定理这个常数呢 它是随便取的 可能是比较有象征意义吧 这个常数呢 就是今年的年份 其实呢 他说了这个常数 其实是可以被取得更好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取得 一个更好的常数 这个常数的界呢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界 我们可以提升这个常数 然后呢 他还说了一句 用他现在的这个方法呢 似乎并不能让这个界 取到负一 也就是说 用他现在的方法呢 并不能完全的证明出 朗道720点猜想 这其实是跟 孪生素数的工作特别像的 孪生素数的工作呢 他也是证明了 那个界是7000万 然后大家不断的提升那个界 最后提升到200多 但是不管怎么提升呢 似乎用他的那个方法 提升不到二 就是没办法 完全解决 孪生素数猜想 他现在证明了这个 朗道720点猜想 也是类似的 他证明了一个一个 特别好的特别好的结果 但是这并不是 真正的最后的结果 然后用他现在的方法呢 可能也得不到最后的结果 好吧 然后我们就 有三条结论 第一条结论呢 相对于 这个原来的定理呢 张一唐现在证明了 这个结果呢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突破 这可以说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突破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好吧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现在的这个方法呢 并没有完全的解决 朗道720点猜想 当然假设他这篇论文是真的话呢 他也没有完全的解决 朗道720点猜想 第三个呢 就是说用他现在的方法 他自己说 应该是不能够完全解决 朗道720点猜想 好吧 这就是三条结论了 总而言之呢 他这个工作非常的厉害 相对于前任的结果呢 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用他现在的方法呢 可能没办法完全的解决这个猜想 好吧 那就是这样了 我已经科普完了 张一唐的主要工作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理解扣一 没有理解的扣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呢 相对于西格尔定理 张一唐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突破 他找到了一个一致的 可以计算的常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但是呢 张一唐并没有完全的解决朗道720点猜想 如果他想完全的解决朗道720点猜想呢 他得把他定理二中的指数 -2024变成-1 但是他自己说 好像用他这种方法呢 达不到 也就是说用他现在的方法呢 可能不能完全解决朗道720点猜想 好吧 那就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呢 他做出的工作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呢 离完全解决朗道720点猜想的 还差那么一点点 好吧 就是这样了 那就这样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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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玉子一 咱们又见面了 好 由于国内的政策呢 突然就放开了 然后很多人马上就得了新冠 可以说疫情的传播速度特别特别快 哎 其实有很多数学家 其实有很多数学家 尤其是生物数学家呢 试图给疫情传播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模拟疫情 他到底是怎么传播的 传播速度有多快 然后顺便预测一下疫情的趋势走向 给出合理的建议 实际上呢 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文章了 但是他们文章中的那个模型呢 都特别的复杂 涉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维生方程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科普生物数学中有关传染病的两个最基础 最简单的数学模型 SI模型和SIS模型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两个模型真的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基础 很多情况呢 都没有考虑到 有很多限制条件 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呢 这两个模型并不是很有用 因为他们考虑的情况太简单了 但是呢 这两个模型是更为复杂 更为精确模型的基础 是十分重要的 好吧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我讲完这个视频 在听我讲完之后呢 我希望你能够对生物数学 对传染病学有一个最基本 最简单 最科学的认识好吧 然后对疫情的传播呢 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我要介绍到第一个模型呢 就是SI模型 要想理解这个模型呢 我们得引入几个基本的符号和概念 第一个呢 就是F代表一感者 就是容易感染这个传染病的人 第二个I呢 代表感染者 就是已经感染了这个传染病的人 第三个R呢 代表单位时间内感染者接触到的人 他到底能够接触到多少人 第四个β呢 代表着感染者接触到一感者之后 一感者得病的概率 因为他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会得病 对吧 有的人他可能会得病 有的人不会得病 这个概率 然后N呢 代表总的人口数 然后这里有两个柱 第一个呢 就是S和I 其实他不是常数 他是函数 他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感者变成感染者 对吧 第二个呢 我们要假设N是一个常数 就是总人口数不变 我们不考虑出生的人 也不考虑死亡的人 就是人数要不变 因为如果N是一个不是常数的话 那就太复杂了 我们假设N是一个 N是一个常数哈 然后呢 而且N等于S加I 它只有两类人 第一个呢 就是一感的人 第二个呢 就是感染的人 没有第三种人了 好吧 那适用范围的SIM模型呢 就是只考虑一感者和感染者 而且呢 感染的人 他不能够恢复 就比如说HIV 就是他得了这个病之后 他不能够恢复好 好吧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建立一个微分方程了 怎么建呢 就比如说IT代表第一个 第T时的时候 感染者的人数 然后这个就是T加DeltaT时候的感染者的人数 他这个时候呢 其实会增加了 增加多少人呢 首先每一个人呢 其实会接触到R个人 但是这R个人中呢 只有这么多人 就是说他接触到这么多人之后呢 这么这么多百分比的人能够感染 因为在N个人中呢 有S个人 他是一感者 就是说感染的人呢 只有接触到一感者 那一感者才会变成感染的人 对吧 感染的人接触到感染的人之后 他是没有变化的 只有感染的人接触到一感者之后 他还会把一感的人变成感染的人 对吧 所以这里要乘一个这个 然后还有个概率 要乘以这个概率 然后就是说一个人呢 在单位时间内 可以感染这么多人 那最后 那有I个感染的人 所以他最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转换一下变成这个 然后令DeltaT去0呢 我们就有一个微分方程了 就变成这个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S 因为S 等于N S加I等于N 那N呢 那S我们就可以变成N减I 然后这个微分方程里面 看一下这个 我们假设是常数 这个是常数 N也是常数 那我们就可以解这个微分方程了 就是这个 I0呢 是初始时刻感染的人数 然后令T等于无穷 令T去于无穷 去于无穷 那这个像呢 其实就是0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去于正无穷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负无穷 所以这个像是0 所以呢 N 所以所有的人呢 在SI模型下都会感染 就是这样的 大概长得这样 所有的人都会感染 好吧 但是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模型 SI模型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可以举出好多个 就比如说首先 总的人口数 就不可能是一个常数 因为总是会有出生的人 还有死亡的人 对吧 那其次呢 其实 就比如说单位时间内 接触到的人 这个其实它也不是个常数 因为有的人呢 他可能会接触到 比如说五个人 有的人呢 他接触到三个人 那就不一样 对吧 有的人呢 可能一个人都接触不到 那β也是 它也其实也不是一个常数 因为不同的人不一样 否而言之 SI这个模型呢 其实是 非常非常粗略 非常简略的一个模型 好吧 那介绍完这个模型之后呢 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更复杂一点的模型 就 SIH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是 它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模型呢 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常数 α 这个常数呢 就代表感染者 他康复的感觉 因为这个上面呢 感染者是不能康复 但实际上很多传染病呢 他其实是可以康复的 但是康复之后呢 他他可以再重新感染这个病 对吧 就比如说这次的新冠 就是说 首先呢 一个易感的人 他可以变成感染的人 那感染这个人之后呢 他可能会好 会好之后 他有可能会继续感染 对吧 那就会有这样一个模型 就比如说新冠就是这样 你你好了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继续感染 对吧 那这个模型呢 其实跟上面建立微分方程 这个就很像 就是感染的人呢 他其实要减去一项恢复的人 对吧 减去这个 然后减去这一项 然后他就得到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其实也是一个方程 也是把F变成N减I 那这个微分方程里面呢 只有一个I 然后其余的呢 都是常数 然后就可以解 解除这个方程之后呢 其实就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的情况呢 就是R贝塔减去阿尔法呢 小于等于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T去无穷的时候 IT其实会变成零 因为这个 就比如说他小于零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他就要大于 当T去无穷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无穷的 那整个这个下面 其实是个无穷的 然后除以以下呢 一个时候除以一个无穷 他其实就是零了 对吧 那当这个东西 R乘以贝塔减去阿尔法 大于零的时候呢 那这个东西 整个上面是小于零的 所以当去无穷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是零 所以他的极限是这个 对吧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呢 当这个东西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 IT去 当T去无穷的时候 IT是零 也就是说这个 传染病会消失 对吧 感染的人呢 最后是零 但是呢 如果他大于零的话 感染的人呢 最后是一个常数 他其实曲线呢 也是长成这样 只是说比N要小一点 对吧 那这里呢 其实通过这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数 就是这个数 R乘以贝塔 除以阿尔法 好吧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接触的人 乘以感染的概率 一个人接触到多少人 乘以感染的概率 再除以康复的概率 这个数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 被称为呢 基本在神数 基本在神数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说一个人把疾病传染给其他人 他的平均数 就是说一个人平均能够感染多少人 那如果一个人平均感染的人数小于一 那这个疾病呢 肯定就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感染不到多少人了嘛 那如果 基本在神数的大于一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感染给多个人 那这个病呢 就会成为流行病 好吧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现在就是这个疫情 他其实也有一个基本在神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0是多少 那下面呢 其实是几种不同的 不同的病毒 对吧 就是比如说R R Data Omicron 现在是Omicron Omicron的基本在神数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变成9.5 可以看到呢 疫情一步一步的不同的变种之后呢 这个R0越来越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基本在神数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传染性会越来越强 就比如说这次的Omicron 基本在神数是9.5 也就是说一个人呢 平均可以传染给9.5个人 那原来的这个 就比如说Delta 他基本在神数只有5.1个人 平均就是传染给5个人 但是现在Omicron 一个人平均可以传染给9.5个人 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好吧 那我就已经介绍完这两种模型了 第一个模型呢 就是FI模型 第二个模型呢 就是FIF模型 这两个模型呢 其实都是非常粗糙的 就比如说 我们都假设总的人口数是常数 但是实际上的总的人口数 不可能是常数 肯定会有人出生 肯定会有人死亡 对吧 再比如说单位接触到 就是每个人感染接触到的人呢 他其实不一样的 有的人接触到多 有的人接触少 对吧 就比如说 而且得病的概率呢 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模型呢 其实是非常理想情况下的模型 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多了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我就已经介绍完这种模型了 以后有时间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模型 就比如说SIR模型 SIRS模型 等等等等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我已经讲完了这两个模型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理解 口一 没有理解 口二 我再强调一下 我讲的这两个模型 比如说SIRS模型 真的考虑的是非常简单的情况 有很多限制条件 很多东西呢 他都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呢 在现实生活中 总人口数 肯定是变化的 总会有人出生 总会有人死亡 再比如说 每个人接触到的人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接触的人多 有的人接触的人少 再比如说 每个人感染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SIRS模型 并不能用来准确预测 新冠的传播 但是呢 他给建立更加详细 更加精确的模型 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思路 其实如果你想建更好的模型 无非就是多加几个方程 多考虑一些限制条件嘛 如果你列的方程足够多 考虑的因素足够多 那这个数学模型呢 肯定是越来越精确的 他本质的思想 还是SIRS模型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最好不要感染新冠 即使你感染的话呢 我也希望你能够很快的恢复 好吧 那就这样 我们的拜托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Yuzi 咱们又见面了哈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吐槽一下 我遇到的杠精 他们真的非常的特别 特别的能杠 让我真的觉得很烦 让我忍不住出去视频来吐槽他们 当然了 我当up主这么多个月来呢 实际上遇到过不少的杠精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呢 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偶尔杠一下 但是有极少部分人呢 真的非常的匪夷所思 他们的言论呢 简直无法让人理解 我今天吐槽的呢 就是我最近遇到过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非常独特的杠精 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前呢 我正好发布了我的第一百支视频 在那支视频里面呢 我简单阐述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但是当我发布完那支视频之后呢 竟然有个人跑过来和我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张一堂的论文都被网上挂出来了 你不去跟我们讲他论文 不去科普他的论文细节 反正在这里讲这些乱七八八的东西 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 你又不是什么名人 大家呢 对你的想法不感兴趣 也不想知道你到底想什么 我们只想知道他论文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核心观点呢 就是不想听我的视频 想听他的论文 而且呢 与其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我当时呢 就有点炸了 首先呢 我拍摄视频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他论文已经挂出来了 我是后面有网友告诉我 他论文挂出来了 我才知道有他的论文这么一回事 我都不知道他论文 你要我怎么科普呢 其实呢 我怀疑你根本就不是想听他论文的科普 就是单纯的想来告诉我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和我提过这个事情 他们都想知道张一堂论文到底想了什么东西 然后希望我科普一下 他们的语系呢 都非常的友善 明显带着求知欲 而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上来呢 就质疑我 攻击我 然后竟然反问我 为什么不科普他的论文 这像一个有求知欲望的人吗 明显不像的 这就像你的数学老师呢 跟上面讲的数学试卷 你突然站起来和他说 老师 你讲的东西呢 都没有意思 我都不想听 你应该只讲这道题 我只对这道题感兴趣 你不要讲其他东西的 其他东西都是浪费时间的 你就讲这道题好不好 我觉得老师呢 听到你这句话之后 可能会让你出去 因为你这明显不是一个问问问题的态度吗 哪有人问问问题是这样的 而且呢 我极度怀疑你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敢这么和自己的老师或者上司说话 别说杠他们了 甚至他们犯了错误 你都不一定有勇气指出他们的错误 甚至还说不定 明明知道他们是错的 但是却说啊 对对对 讲的真好 这样的 但是呢 你却敢在网络上隔着屏幕来疯狂的杠我 这有意思吗 这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有点搞笑 我是觉得 最后呢 再退一万步来讲 这个频道呢 是属于我自己的频道 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甚至呢 我不科普他论文也可以 对吧 因为这本质上是我的频道 而不是你的频道 你只能建议我怎么这么做 而不能命令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了 如果他只说一次这样的话呢 我根本就不会生气的 因为呢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话了 这在我的承诺范围之内 而且呢 我仔细想了一下 他说的话呢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相比我的想法 明显更多的人要对张一堂论文感兴趣 所以呢 我随后就出了一期科普视频 简单的科普一下张一堂的论文里面的 两个重要定理 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他论文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这么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很多人都看了这个视频 翻唱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竟然又跳出来了 他和我说 注意哈 是同一个人 他和我说什么 说张一堂明明过两天呢 就会被北大给一个公开的报告 你为什么现在就要科普他的论文呢 你能保证你讲东西是对的吗 你能保证你能理解张一堂的真正思路吗 我们不想听你的科普 我们只想听张一堂自己的报告 我当时呢 看到他说的话之后 我真的是有点神气了 如果第一份他说那样的话呢 我是有一点点神气 那我这份呢 就是有两点点神气了 首先呢 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看过 我那期科普视频 甚至连开头都没有看 可能当我真的出了科普视频之后 因为这是数学的内容 你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点开那个视频 为什么我能够如此断言呢 因为我在那期视频一开始就说 那些视频呢 主要就是讲张一堂论文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定理 给大家讲述一下他论文到底说了怎么样一回事情 那他的论文如果是对的呢 我讲的当然是对的 因为我讲的东西基本就是他论文的原话 不可能有错误的 然后你一上来就说我说的不对 巴拉巴拉 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你这不是搞笑吗 这不是有病吗 我讲的就是他论文的原文呀 可能呢 我是不理解他思路 但是我讲东西肯定就是对的 假设他论文是对的话 那你都没有调查 都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就来说我这不是搞笑吗 其实呢 之前你明明自己说 想让我做科普视频的 但是我的科普视频 真的出来之后呢 你看都不看 就说不想看没意思 想看别的 你这不是搞笑吗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正常人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除非你有病 这个时候呢 我确实是有点生气了 但是呢 如果他只说过这样的两句话呢 我还是能忍的 不值得我单独发起视频来吐槽他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他说的话 觉得他说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于我的科普来说呢 大家肯定更想听张一堂教授自己的报告 他讲的呢 肯定更加的精彩 而且我听完他报告之后呢 也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就上传了他的演讲报告 上传之后呢 大家反响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呢 竟然又挑出来了 注意好 和前面两个呢 还是同一个人 他竟然和我说 说什么呢 他说 你为什么要上传他的演讲视频呢 你就不能做一些更加原创性的 有新意的视频吗 我们在别的地方呢 都可以看到他的演讲视频 你根本就不需要来上传 你就不能做一些更加有意思的其他的内容吗 就比如说科普一下他的生命事件 巴拉巴拉又说了一堆 我这个时候呢 是真的非常的生气的 如果之前呢 我是两点点生气 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有四点点生气了 首先呢 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我的绝大部分视频呢 都是原创的 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都是原创的视频啊 就比如说你之前批评我的科普视频 那是我自己做的呀 我并不是上传别人的演讲视频的 而且我极少部分上传别人的演讲视频的 都是觉得别人讲的很好 如果我讲的话呢 肯定没有别人讲的好 所以我才上传别人的视频啊 其次呢 你讲的这句话又和你前面说的话矛盾了 你前面明明说你想看他的演讲视频的 结果我上传完之后呢 你又说无聊不想看 你这不是搞笑吗 前后矛盾了 这不是有病吗 真的很搞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呢 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了 如果他仅仅说过前面这三句话呢 我虽然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 还是没有达到那个临界值 还是不足以让我发视频来吐槽他 而且呢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他说的话 觉得他说的话呢 还是有千分之一的道理的 因为呢 确实我只上传了他的演讲视频 并没有什么原创性 而且呢 随后有很多人同时也上传了 张义堂的演讲视频 所以呢 最后我就决定来科普一下张义堂的视频 实际 然后科普完了之后呢 反讲也是很不错的 也很多人表示想继续听这样的科普视频 但是呢 我还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竟然又跳出来了 我真的很想骂人呢 真的很想说一些会被消音的词 但是呢 我得忍住 他和我说什么呢 他竟然和我说 张义堂的生平都能在网上搜得到 随便一搜就搜到了 你为什么要讲一些能在网上说到的东西呢 你为什么不讲一些更加有意思的东西呢 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讲他的生平经历等等等等 因为都能在网上说得到 巴拉巴拉 他又说了一堆 这个时候呢 我就非常的愤怒了 如果之前我是四点点生气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是十点生气了 也就是忍不住了 我这个时候已经不想跟你说首先其次了 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 跟这个人呢 讲道理是讲不通了 我已经发现了 根本就是讲不通了 你看最开始呢 我讲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说这样没意思 想让我科普一下张义堂论文 然后呢 我就科普一下张义堂论文 他又说呢 这样不对 还不如听一下张义堂自己讲的 然后呢 我就上传了张义堂演讲报告 他又说呢 这个视频不是原创的没有意思 还不如科普一下张义堂的生平 最后呢 我就科普一下张义堂的生平 他又说这些东西可以在网上搜得到 为什么不讲一下更有意思的东西 我就想说你有病吧 那任何科普的视频的内容都能在网上搜得到 照你这么说任何科普视频都没有意思了 你这不是有病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说出这样前后 失去矛盾的话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说出这么多 没有脑子的话呢 我是真的想不同 那大概率只有有病的人呢 我真的是很无语 为什么要这么杠的 这种人大概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唯唯诺诺 别人做错了都不该指出来 但是在网上呢 就摇身一遍 重拳出去 到处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真的是很无语 拜托你们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勇敢一点 指出别人的不对 而不要到网上来到处来杠别人 显得自己很厉害 这样呢 不会显得你很厉害 只会显得你很愚蠢 这些视频呢 我真的就是很想吐槽这个杠机 因为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恼火 从最开始的 一点点神气 到两点点神气 到四点点神气 到十点点神气 忍不住的 真的是非常无语 搞得我非常的恼火 我一直以来呢 都很欢迎别人给我的视频提供意见 甚至是批评我的视频 觉得我视频做的不对 我是很欢迎这种言论的 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在往期视频中呢 如果有人在评论区 说我的视频做的不好 不严谨 这里不对 或者那里不对呢 我一般都会给他的评论点赞 或者说跟他探讨一下 我其实是很欢迎这种言论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来杠的话呢 麻烦你拿凉快奶待着去吧 好吧 我真的是很烦这种人的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真的有点被气劳了 拜拜 假设我们有一万个人 其中的9999个人呢 都只有一千欢乐动 剩余的一个人呢 有一亿欢乐动 那平均算起来 这一万个人中的每个人呢 拥有的欢乐动数量 超过了一万 看起来是不是很多 很不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yfi 咱们又见面了好 众所周知 数学是一门严谨精精密的学科 很多人觉得数学并不会骗人 而人们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呢 也喜欢罗列一堆数据 引用很多数据来证明 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并且喜欢说 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什么样的结论 等等等等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人们喜欢引用数据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根本原因还是 大家觉得数据是客观的 是没有主观情感的 我们从数据上呢 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当然了 如果数据没有造假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从数据上分析出来的结论 当然是正确的 但正确的结论 正确的数据 一定能反映 全面客观的事实吗 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正确的数据反而会误导我们 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 就拿平均数来说 我举一个例子 平均数是怎么误导我们的 假设我们有1万个人 其中的9999个人呢 都只有1000欢乐斗 剩余的一个人呢 有1亿欢乐斗 那平均算起来 这1万个人中的每个人呢 拥有的欢乐斗数量超过了1万 看起来是不是很多很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平均数 能反映出这1万个人的欢乐斗 拥有的真实情况吗 是不能的 因为虽然平均数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人 拥有的欢乐斗数量非常的少 而一个人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欢乐斗 就是因为这一个人 极大的拉高了平均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平均值不仅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反而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感觉 让我们产生一种 这1万个人似乎都有很多欢乐斗 这种错觉 那除了平均数 其他种类的数 就比如说中位数啊 重数 这些数又怎么样呢 它们能反映出最真实的情况吗 其实也是不行的 它们很多时候也会误导我们 就拿中位数来说 当然了 这得要先回顾一下中位数的定义 什么是中位数呢 如果我们把数据从小到大排列 顾名思义中位数 就是最中间的那个数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有9个数 那第5个数就是中位数 那如果我们有10个数 那第5个数和第6个数的平均数 就是中位数 以此类推 那我们仍然假设 有1万个人 这1万个人中呢 有4999个人 有1000个欢乐斗 5000个人呢 有5000个欢乐斗 最后剩余的那个人呢 有1亿欢乐斗 那这种数据的中位数呢 就是5000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然而真的很不错吗 感觉也不是这样的 毕竟这1万个人中呢 有相当多的人 他只有一千个欢乐斗 非常的少 而剩余的很多人呢 也只有5000个欢乐斗 也只能算是不错 远远没有达到好的标准 最后的那个人呢 有1亿欢乐斗 对吧 这种数据的中位数呢 虽然是挺高的 但是它也不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 那种数呢 会不会误导我们 有时候其实也会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定义好 种数就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最多的那个数 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例子 我们仍然假设有一万个人 其中有10个人只有一个欢乐斗 有10个人有两个欢乐斗 一分类推下去 然后有10个人 有998个欢乐斗 然后有9个人呢 有999个欢乐斗 然后剩余的11个人呢 有1亿欢乐斗 那这组数据的中数是多少 是1亿 哇 看起来是不是很多 如果你看这组数据 你只看到了中数 你就会说 哇 既然有这么多人 有1亿欢乐斗 毕竟1亿是个中数嘛 你就感觉这组人相当相当的有欢乐斗 对吧 但实际情况呢 真的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啊 因为除了这11个人 剩下了9989个人 他们拥有的欢乐斗数量 都少于1000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中数其实也会误导我们 那从上面来看呢 不管是平均数啊 中微数啊 中数 这些数呢 虽然能给我们正确的信息 但很多时候 这些正确的信息 反而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感觉 他们很多时候 并不能反映这组数据 最真实的情况 对吧 那如果没有一组数据呢 我们应该还要引入其他的数 就比如说加权平均数啊 极差方差等等 有这些数之后呢 我们才能更加透彻的研究 这一组数据的具体情况 对吧 那就是这样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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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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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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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7 但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一辆公交从我面前经过 然后错过了它 所以我就又等了一会儿 现在准备出发去了 希望能够包的开心 我包饺子的技术很烂的 下车了马上就到同学家了 待会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包的饺子 当然了那个饺子应该是我和别人一起包的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包的 而且那个饺子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如果大家觉得包的不好看的话 请多多见谅 这是我剁的饺子 现有香菇 白菜 韭菜等等 好累好多啊 多了好久好久 然后这是擀的饺子皮也擀了特别特别多 然后这是包的饺子 特别特别多 最后根本就吃不完了 特别多 然后这是煮的饺子 反而言之还是很成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鱼子一 咱们又见面了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问我同一类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是一名数学爱好者 我应该怎么样获取数学资源 或者说我是一名数学系的学生 我应该怎么样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 扩宽费的事业 提高费的数学修养 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大学老师讲课讲的特别差 枯燥无聊 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我该怎么办 能不能推荐一些其他老师上课的视频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 其实就是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寻找到更好的数学资源 怎么样提高费的数学修养 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两种能够快速寻找到数学资源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都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容易操作 而且这两个方法不仅对数学系的同学有用 对其他系的同学来说同样有用 第一种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意识到 确实B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 非常巨大的资源保固 有非常多的优质的教学视频 等待着你去发掘 就拿数学来说 B站上既有很多数学系大一大二基础课程的教学视频 就比如说陈基修教授上的数学分析 邱卫生教授上的高等代数 陈闯教授上的十遍函数 以及库克教授 还有格尔夫教授上的抽象代数 顺便提一句 格尔夫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系教授 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数学家 他在1987年获得了科二奖 B站上也有很多数学系进阶课程的教学视频 就比如说梁泛斌老师教授的李群和李代数 还有伯赫茨教授教的交换代数 顺便提一下伯赫茨教授 是菲尔兹奖得主 你可以在B站上听到菲尔兹奖得主讲授的课程 这可能是很多大学生都没有的待遇 还有埃京顿教授教的同教代数 还有夜库铁力教授教的代数几何等等 而且B站还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数学家做的报告 就比如说伯赫特教授做的这一系列的数学报告 还有吴宝珠教授做的这一系列报告 伯赫特和吴宝珠都是特别厉害的数学家 吴宝珠还获得过菲尔兹奖等等等等 所以B站上有很多优秀的数学视频 当然其他学科的视频应该也有很多 你几乎可以在B站上找到任何想学的内容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就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 很多视频的播放量只有几千甚至几百 哎不得不说很可惜这么好的资源却没有被利用 就像你家里下面埋着金山银山 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 下次如果大家找不到资源 不妨在B站搜一下 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第二个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国内高校数学系的微信公众号 就比如说清华的数学公众号 北大的数学公众号 他们总是会定期发布一些特别有用的内容 就比如说他们会提前预告数学系的讲座 短期课程熟期学校等 很多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当然如果是线下的话 需要报名 你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参加不了 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线上的课程报告等 所有人都可以去听的 听这些课程啊 报告啊 能学习到很多知识扣换费的视野 就比如说我曾经听过三个短期课程 我觉得帮助很大 这些公众号也会发布一些其他很有意思的内容 就比如说会采访本科生啊 博士生啊 青年老师啊 教授等 采访他们对于数学的看法 他们遇到的困难等等等等 看这些内容呢 也会无形之中提高我们的数学修养 以上两种就是我告诉大家 可以快速寻找数学资源的办法 当然对于其他系的同学来说 也同样适用 第一个就是在B站上搜视频 第二个呢 就是关注高校的公众号 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容易操作 大家都学会了吧 其实寻找资源并不困难 只要你有心都能找到合适的资源 问题是当你手上拥有资源之后 你能不能合理的利用它们 就比如说你想学数学分析 你现在手里已经有数学分析的视频了 那你能不能耐心的看完整个视频 并完成视频中留的习题啊 思考题等 还是说你就把数学分析这个视频 放在手上家里吃灰 吃灰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忘记它了 然后继续问别人 有没有数学分析的视频 好吧 那就不多说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滚了 拜拜 如果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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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Yuzi 咱们又见面好 前段时间我在大一的时候 有个美国学生问我 函数fx等于x的x四方 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函数到底长什么样 如果你想了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函数可能有点奇怪 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初的函数 它不是指数函数 也不是密函数 而且当你试图用手画出这个函数的大概图像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当你用手算不用计算器的时候 你是不会知道0.1的0.1四方等于多少 0.2的0.2四方等于多少呢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个很有用的小技巧 接下来我就讲讲这个小技巧 对了 当我们考虑函数fx等于x的x四方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考虑它定义是x大于0 因为当x小于等于0的时候 这个函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定义的 就比如说能定x等于负二分之一 那f负二分之一呢 其实就等于根号负二分之一分之一 那根号负二分之一呢 在实数范围内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我们就不考虑了 好吧 那我就开始讲讲这个小技巧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函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一个很经典的技巧就是取对数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等式 就是说当一个数a大于0的时候呢 那a就可以写成e的落影a了 这是个很重要的等式 我们就用这个等式来处理这个函数 那大家可能有的人看到我这一步的时候 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函数了 我们就来取对数嘛 因为x是大于0 还有等于这个嘛 然后用对数的基本性质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函数画成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对吧 因为这个函数x乘以落影x 这个函数我们总是碰到他的性质并不困难 hx 对吧 就并不困难呀 我给他求到 那我们就知道 hx呢 在0到1分之1 是单减的 在1分之1呢 到正无穷呢 是单增的 那 这个函数 其实和这个函数的单交性是一样的 因为 因为ft e的t 这个函数是单增的嘛 所以这个函数的单交性和 hx的单交性是一样的 所以fx 在单减单分 那这个图像可能就可以画出来 对吧 就是说函数什么时候是最小的呢 在他处是最小的 对吧 在1分之1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 在这里是单减 然后1分之1到 它是单分的 对吧 那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函数 它在0处长什么样子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当x趋于无穷的时候 这个是趋于无穷的 对吧 但是当x趋于0的时候呢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用到 诺比达法则 因为考虑这个函数 我们要知道 它在0处的性质 我们必须要用诺比达法则 它在0处没有定义 但是可以考虑它极限 对吧 就考虑这个 然后用诺比达法则 这一步是 诺比达 然后就知道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函数呢 在0处 是0 那 这个函数 fx 它在0处的极限 就是1 然后我们就知道 就大概在0的时候 它就是1了 就这样子 然后它是 它在 这是单减的 然后这个是单分的 它图像就画出来 是不是很简单 只要你取了对数之后 你就知道 这个函数是什么样子 当然在0处附近的 你知道用诺比达法则 那再留两个习题吧 第一个习题呢 就是求函数的倒数 第二个呢 分析函数的 凹 凸 凸 这两个习题呢 都很简单 只是为了加深 你对这个函数的理解 好吧 那总而言之 如果我们取了对数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函数的单击性了 再用诺比达法子 就知道在0处的性质了 好吧 这个函数的性质呢 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还是很简单的 我已经讲完了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 本质上来说 函数fx 虽然看着很新硬 我们之前没有学过 但并不困难 只要我们取对数 就知道这个函数的性质了 在领州附近 如果没有罗比达法则 也很容易知道它的性质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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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想证明 黎曼猜想 是不是很大胆 证明 黎曼猜想 就这个问题 就完全是这个问题 黎曼猜想 我最早读数学系的时候 跟所有数学家说的 都是黎曼猜想 所有数学家 你问黎曼啊哈代啊 他们所有人很兴奋 阿弟啊 他们很兴奋 黎曼猜想 一直说的是黎曼猜想 我一直在做黎曼猜想的准备 所以当时跟导师说的时候 我只要你给我200年 或者只要你给我250年 两个世纪到三个世纪 他说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我每天算两遍 每次算20个小时 我每天算两遍 黎明算一遍 算一遍 黄昏算一遍 我每天算两遍 我算100年 两万遍 我选一遍 黎曼猜想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选一遍 那100年就够了 然后前面的时间 看书 看书 疯狂的看书 我说只要给我200年 咱就解决黎曼猜想 哇 所以说这家觉得太厉害了 就挑战性太大了 一点不能错呀 但是后来我还是放弃 你知道为什么 我研究了大量黎曼猜想的文章 又有一些其他相关猜想的文章 还有尤其是最近这两年 有一些试验性的黎曼猜想的文章 国内外写的我都看过 我专门看研究 我就我就一直下不了决心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想证明 哥德巴格猜想 后来也没有做 你知道最大问题是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专业问题 简单来说 最大问题就是困难 就是困难 因为一个数学问题呀 困难没有办法 对于一个历史长的 对于一个名气大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学问题来说 那么困难的一个猜想 水平达不到 我的数学水平达不到 水平达不到 因为你不能蹭蹭蹭蹭 问题就解决了 不可能 你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中间一步没过去 就错了 就错了 第一个是问题太困难 无论什么呀 我想来想去 因为我算个内行吧 我没事我就知道 我振不出来 问题我解决不了 第二个 获得Five资奖的数学家 会减少一半以上 统建数学家的贡献 会被掩盖一半以上 每一个数学家 会被掩盖一半以上的贡献 是看不到的 在几个数学家中 只记得我的名字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不好意思了 最后我差不多 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 那是个重大决定 一个多月 论文都是为 黎曼猜想准备的 打基础呢 后来说要放弃 我自己决定放弃 一个人做的决定 一个人的思考 一个多月以后 我放弃了 我第一个电话 打给合作者 我说我要放弃 黎曼猜想 他几乎不能接受 他已经完全沉到 黎曼猜想当中去了 你知道吧 就想的已经好的 就喜欢的不得了 怎么可能就过来说服 我说你不用跟我说 你不太清楚 反正黎曼猜想说 怎么可能你能做到 就开始给我呼应 你知道吧 黎曼猜想最后我放弃了 然后跟同学说放弃 哎呀 那个玉兹一说 我都把操纸准备好了 所有人黎曼猜想 大家都觉得太遗憾了 然后跟数学家说 最有意思的跟数学家说 跟哈代说放弃 黎曼猜想 哎呀 就觉得 就好像不甘心了 你知道吧 跟黎曼说 不能解决 黎曼猜想 就好像不想闭眼 开玩笑 开玩笑 所有人都很沮丧 而失落 我看到大家的反应 我也很难过 你知道吧 真的很难过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 放弃了 所以做研究是一个过程 他对于一个刚进入科研的 一个学生来说 他是破坏性的 尝试解决黎曼猜想 又能怎么样 你既没有思路 又浪费了时间 孰众孰亲 所以我在学习 学习做一个 博制身的思考 这是我的遗憾 但也许是我的一个 清醒或者学习的心得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曦 咱们又见面了 好 今天呢 我收到了一封 稍微让我有一点点愤怒 有一点点感慨的私信 有一个人在私信中 用非常严厉的口吻 批评我 他的意思呢 大概是说 我出的数学视频 内容都特别的简单 要么就是科普一些 数学界中最基本的常识 他早就知道了 要么就是讲一些 高考题和考验题 他也早就知道了 然后他说 我讲的这些东西呢 都不能体现出数学的思维 体现出数学之美 然后他又继续访问我说 为什么我就不能讲讲 更难的 更能体现数学思维的知识 其实呢 到这 他的言语呢 都是挺正常的 我也挺能接受的 但是呢 他在幕僚 还补充一句说 我这是丢了数学博士神的脸 这样会让大家都认为数学非常的简单 看到这呢 说实话 我是有一点愤怒的 我首先假设你是个数学博士神 好 那我讲的内容呢 当然对你来说非常的简单 对你来说可能是常识 但是我这么做真的有错吗 我这么做真的丢了数学博士神的脸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对你来说可能比较简单的数学知识 对于绝大部分其他的非数学系的同学来说 可能都是非常困难的东西 打个比方吧 就像对于梅西来说 带球过三个甚至四个后卫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如果你问梅西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梅西可能会想一会儿 然后说不是有腿就行了吗 但实际上真的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吗 肯定不是的 全世界可能只有他能够如此轻松的带球过三到四个人 再打个比方吧 在大学里面呢 你学了抽象代数 然后你现在还不断的用到他 那可能对你来说抽象代数的内容就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其他的非数学系的同学 甚至对于数学系以后不学习代数的同学来说 抽象代数呢 都是一门很困难的课程 也就是说 产校几万的学生可能只有几十个学生会赞同你的观点 觉得抽象代数这门课程比较简单 其余的同学呢 都觉得这门课程比较困难 那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有种高考在上的形态 只愿意谈论难得高升的东西 而不愿意讲解简单的东西 那请问谁来传播数学知识呢 每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在我们是学生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能碰到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他要讲的东西呢他已经讲过很多很多年了 肯定觉得很简单 那你是希望碰到一个老师他上课总说 哎同学们今天讲东西太简单了 你们自己看书就应该贵了 我就不讲了 还是希望说能碰到一个老师 他能够认真耐心的讲每个部分的 当然你是希望碰到第二种老师的 对吧 那我做的其实也是这个事情 我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数学 这种最简单的常识 激发大家对数学的兴趣 让一些人有时候意识到 哎 数学好像还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我想象那么困难 我呢也能够学好数学 有时候呢顺带讲讲题目 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觉得丢点相反 我很开心 因为能帮助到很多人 并不是说你讲东西越难才越好 并不是的 最后我想说 难易其实是相对的 在你看来呢 我讲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更厉害的数学家 看起来 你现在觉得很困难的问题 他们也会觉得很简单 难易是相对的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Rizzi 咱们又见面了 最近我给学人上数学系织课 还有给学人大一的时候发现了 已经有一部分同学开始 用ChateGBT 来帮助他们完成数学副业了 哎 时代发展的太快了 AI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 可以帮学生完成数学副业了 哎 有像我当年 数学题想不出来的时候 一般就是自己想一想 或者和同学讨论一下 去问问老师 非多也就是在数学网站上 问一问别人 现在学生可以直接问AI了 哎 对了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ChateGBT呢 听过的扣一 没有听过的扣二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ChateGBT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强大 ChateGBT是由OpenAI研发的一个人工智能聊天程序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学士非常原谱的老师 你可以和他平等的进行交流 你还可以问他非常多的问题 他几乎都可以回答的很好 比蠢蠢的Fury强太多了 他可以回答世界第二高峰是什么这样的常识问题 也可以帮助学生写数学作业回答数学问题 还可以帮助程序员写程序找Bug等等等等 总之他非常的强大 接下来呢 我就以数学为迁入点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功能 你可以问他非常一般的数学问题 就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什么是黎曼猜想 他就会告诉你说黎曼猜想是黎曼泽大人数的所有的非平凡零点的十步都是二分之一 然后你可以再问他黎曼猜想困难吗 他会告诉你说黎曼猜想是一个非常困难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他的回答非常的棒 你也可以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数学问题 就比如说问他为什么X的绝对值在零处不可导 他会告诉你说因为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左导数和右导数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继续追问他说什么是右导数和左导数 他就会给你相关的定义 然后你再继续追问他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右导数是多少 左导数是多少 他就会告诉你说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右导数是一 左导数是负一 而且给了理由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得出来 Chai的JVT真的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厉害 你也可以问一些其他类型的数学问题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给你一个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导的函数的例子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威尔夫特拉斯函数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他回答的也特别的好 给出了这个例子 由上面的这些例子呢 可以看得出来 Chai的JVT真的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厉害 问了很多问题 他都可以回答的很好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试一试 测试一下 测试完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强大 但是Chai的JVT是无所不能的吗 其实不是 他也会发很多错误 甚至会发很多低级的错误 下面我就归纳一下我所发现的错误 大家如果在使用Chai的JVT的时候 也发现了错误 可以在评论区中说出来提醒一下别人 第一个Chai的JVT竟然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就比如说我问他有哪些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 他告诉我说 华尔斯在1994年获得了菲尔兹奖 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华尔斯并没有在1994年获得菲尔兹奖 他其实是在1998年获得了IMU银制奖章 严格来说这并不算是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其实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得到 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Chai的JVT会犯真的低级的错误 第二个Chai的JVT似乎并不会数学运算 我问了他很多数学的具体运算 他都算错了 就比如说我问他111和123这两个向量做插成得出的向量是多少 他回答说是-48-4 但这个明显是错误的 正确的答案也很容易算 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再比如说我问他x乘以落叶x 这个函数的积分是多少 他给出了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自己手算也能算得出来 是比较简单的 由这些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Chai的JVT他似乎并不能进行数学运算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问他一些具体的数学运算问题 第三个Chai的JVT似乎并不能进行数学逻辑推导 就比如说我问他根号2是有理数吗 他说是无理数这个答案是对的 但是接下来我让他给我一个证明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错误的 有一步过不去 可以看得出来 Chai的JVT并不能进行数学逻辑推导 以上三个就是我发现了Chai的JVT会犯的错误 其实Chai的JVT还会犯很多其他错误 就比如说他往往对比较新的文章的内容理解 有非常大的问题等等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Chai的JVT虽然非常强大 但是也会犯很多错误 而且更要命的是有很多时候错误 往往非常不明显 很多时候他是一大堆真话里面 夹发着一句假话 而那句假话是非常难以找到的 所以当你使用Chai的JVT 当你问Chai的JVT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他哪一句会犯错误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滚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非 咱们又见面了好 我真的是有点无语了 拜托一些名课大神在宣称自己试图解决 或者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 先搞清楚哥德巴赫猜想到底讲的是什么好不好 哥德巴赫猜想不是让你证明数字2等于1加1 而著名数学家陈旅润先生所证明的结果1加2 也不是指他证明了数字3等于1加2 其实小学课本中就提到过哥德巴赫猜想 我记得我的小学老师还专门讲过这个 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呢 就是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 都能写成两个素数之和 这里的素数呢 其实就是指我们小学所学过的质数 就比如说2 3 5 7 11了等 我们可以验证很多偶数 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 就比如说4等于2加2了 6等于3加3了 8等于3加5了 10等于5加5了 12等于5加7了等等等等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 这个都是对的吗 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 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吗 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这个猜想呢 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也被简记成1加1 这个1呢 是指素因子只有一个的数 而不是指数字1 所以哥德巴赫猜想 并不是让你证明 数字2得有1加1啊 而陈锦润先生所证明的1加2呢 是指他证明了一个充分大的偶数 可以写成一个素数 和另外一个素因子个数 小于等于两个的数之和 这里的1加2中的1呢 是指素因子只有一个的数 也就是素数 而2呢 是指素因子个数 小于等于两个的数 它的素因子呢 可能有一个 也就是素数 比如说2357了 有可能有两个 就是素数的成绩 就比如说236了 3515了 5735了 等等等等等等 它证明了1加2中的1和2 并不是数字1和2 它证明的也不是数字3等于1加2 这是功力 更一般呢 在我们谈论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 总是说某某数学家证明了A加B 这个A呢 是指一个素因子个数小于等于A个的数 这个B呢 是指一个素因子个数小于等于B个的数 而不是真的指数字A和数字B 就比如说我们说王元月氏证明了1加4 不是指他证明了1加4等于5 而指他证明了对于一个充分大的偶数 他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和另外一个素因子个数 小于等于4个的数之和 大家现在理解了吗 那大家下次说自己想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 至少要把这个问题是什么搞清楚呀 就像你说你想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那你至少应该搞清楚哥德巴赫猜想 到底讲的是什么呀 对不对 不要搞错了嘛 否则就像你说你想盘着中国拉马峰 结果到最后却发现自己掉进了马底亚那海沟 而且哥德巴赫猜想的表述其实很简单 小学课本中都有嘛 那你如果连它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先学习一下以前的课本 不要着急解决问题好吧 毕竟哥德巴赫猜想真的非常的困难 你想想那么多数学家花了那么多时间 都没有解决出来 对不对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VV 反面又见面又好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前我在b站上发视频已经整整一周年了 聊想我第一次发视频的时候呢 还是在第一次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各位粉丝 汇报一下去年一年我作为up主的工作成绩 以此来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非常感谢 在汇报之前呢我想先立一个小小的flag 这期视频呢 大家如果没点一个赞 我就做一个服务成 明年这个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展示我做服务成的成果 是不会抵赖的 我想了一下这个flag还是非常合理的 大家如果点了1000个赞 我平均每天只需要做三个服务成就行了 大家如果点了1万个赞 那我平均下来也只需要每天做30个服务成就够了 但是如果大家一不小心点了5万个赞 那我平均下来每天可能需要做100多个服务成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这不太可能 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5万个赞 所以呢这个flag还是非常合理的 去年一年呢 我发布了121支视频 其中数学类的视频有88支 占到了72.7% 非数学类的视频呢 有33支 占了27.3% 非数学的视频呢 主要包含了一些我的想法 还有吐槽等等等等 有此看得出来呢 我发布的主要都是数学相关的视频 我的确可以算作是一名数学区的up主 但与此同时呢 我也会讲一些其他的内容 在数学类视频这一大类中呢 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 第一类是数学科普视频 这一类的视频 我一共发布了45支 占数学视频的51.5% 科普的对象呢 包括数学常识 数学家的故事 数学论文 数学网站等等等等 第二类视频呢 是数学杂谈 我一共发布了25支这样的视频 占数学视频的28.4% 数学杂谈呢 主要包含我对数学的看法啦 我学数学体会了 以及数学考试的技巧了等等等等 第三类视频呢 就是数学体了 这一类视频呢 我一共发布了8支 占9.1% 我主要讲高中题啊 还有考研题啊等等等等 最后还有一类数学视频呢 我把这类视频归为其他 这类视频呢 我一共发布了10支 占数学视频的11.4% 这种视频呢 一般都是很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 之前我给大家讲了清朝的微积方课文 我就把这一种视频呢 归为其他 可以看得出来 在数学类视频中呢 我最喜欢出数学科普视频了 我最喜欢给大家科普数学相关的东西 与此同时呢 我也喜欢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关于数学的看法吧 有时候呢 我还会讲一些很有意思的 我突然灵光一闪的东西 顺带有时候还会讲讲数学题 我顺利的范围呢 还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除了视频内容之外呢 我还统计了我视频的时间 在121支视频中呢 有54支视频时间小于5分钟 占了44.6% 有42支视频时间在5到10分钟之间 占了34.7% 有19支视频时间在10到20分钟之内 占了15.7% 还有6支视频呢 时间长度超过20分钟 占了6% 可以看得出来呢 如果我们假设5分钟以下的视频是短视频 5分钟以上的视频是长视频 那我发布的长视频还是比短视频要多一些的 由此看得出来呢 我的视频并不算是很水的 作为一名UP主 我也想趁这次汇报的机会问一问大家 你最喜欢我哪一个或者哪一类视频呢 你是从哪个视频开始关注我的呢 哪一个视频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最重要的是看我的视频 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呢 你有没有从我的视频中学习到一些知识 尤其是数学知识 或者收获到一些快乐呢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我也谈一谈去年一年 我作为一名UP主的收获 其实去年一年我收获了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我收获了快乐和满足 我一直以来呢 给自己的定位不仅是一名数学博士生 数学科研工作者 还是一名数学推广人 我最喜欢的事情 除了数学科研之外 就是喜欢推广数学和人讲数学 有很多人表示 在看了我视频之后呢 发现数学似乎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枯燥 而是很有趣的 甚至还有不少人表示 就是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从而在大学选择了数学系 看到这些留言呢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并且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 我推广数学的工作是成功的 我让很多人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让他们产生了探索数学的欲望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最后呢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大吉 新的一年顺顺利利 那我的汇报就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去年一年 作为UP主的表现还满意吗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不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发视频了 非常感谢 同时也希望未来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 谢谢大家了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 非常的感谢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Goodbye everyone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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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律迪 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康熙蒂 她的数学水平究竟怎么样 她到底喜不喜欢数学 有关她会微积分的传言 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三个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当然要简介一下康熙蒂了 虽然很多人呢 应该都对她比较熟悉 康熙爱心觉罗是明玄业 也就是她的全名呢 是爱心觉罗玄业 他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三位皇帝 也是清朝入官以来的第二位皇帝 还是清朝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第一位皇帝 他的在位时间呢 一共是六十一年零三个月 是中国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是顺治皇帝福林的第三子 他的庙号呢是圣祖 所以我们可以称呼他为清圣祖 他的嗜号呢很长 一共是和天红韵 文武锐哲 功奸宽裕 孝庆臣姓 功德大臣仁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称呼他为圣祖仁皇帝 而康熙是他的年号 所以我们一般称呼他为康熙帝 这是明清以来时候的惯例 记住哈 康熙是他的年号 不是他的名字 那有关康熙更多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清朝历史 也可以看看B站上一些up主的讲解 他们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 比如说像李珍老师啦 毛利平老师啦等等等等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在这里呢就不过多赘述 有一些资料显示 康熙呢他是比较喜欢巨然科学的 也比较喜欢数学 就比如说他曾经学习过天文啊 几何啊代数啊等等等等 他还跟来华传教士荷兰的南怀人呢 学习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等等等等 他有一些关于数学的言论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康熙的数学水平很好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看一个人的数学水平 并不是说看他学了什么 也不是说看他到底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到底写了什么 就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 纽顿啊欧拉啊高斯啊里曼啊等等等等 他们很厉害 并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话 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习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发表了很多篇论文 包括现在我们判断一个数学家厉不厉害 主要就是看他的论文嘛 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康熙 他到底写了多少有关数学的文章 我找了很久呢 然后遗憾的发现 虽然呢康熙有关数学的言论确实比较多 但是有明确记载的他写的数学文章呢 其实只有一篇 也就是他80多年的生活中呢 只写了一篇有关数学的文章 这篇文章名字叫做三角形推算法论 这篇文章呢可能了解康熙或者了解数学史的人呢 听说过也是有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说康熙呢写了一篇数学文章 所以由此看出来康熙他的数学水平很高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要仔细的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我相信呢很多人虽然可能听说过这篇文章的名字 但是呢可能真的不一定看过 因为如果你看过的话 就不会觉得康熙他的数学水平真的很高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篇文章呢 他的文字一共是622个字 其实是比较短的 不足以形成一篇数学论文 而这622个字呢 其中大部分都是康熙关于数学 还有天文立法方面自己的见解 真正关于数学的内容呢少之又少 其实就只有这么一段话 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 就是呢只有对直角三角形 勾五定理才是成立的勾三股四 那弦就是五嘛 如果不是直角三角形呢 那勾五定理就不成立 整篇622个字呢只有这么一段 关于数学的言语 其中的地方呢 其实跟数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看一下这篇文章 整篇文章呢还是很容易理解 那看完这篇文章呢 其实有关数学方面 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康熙呢 他对于三角形确实比较了解 他知道呢勾五定理 也知道勾五定理 成立的条件是这个三角形 必须要是直角三角形 对于非直角三角形 我们是没有勾五定理的 那更多的呢 其实我们就得不出来 我说对于数学方面哈 我们是得不出来更多的结论了 那有人呢可能听过另外一篇文章 叫技巧勾五法 说这是康熙丽写的另外一篇 有关数学的著作 但是似乎没有直接的硬性证据表明 这真的是康熙丽亲手写的 只是疑似是他写的 而且呢这篇文章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 这篇文章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该怎么求它三面之场 而且这篇论文的内容其实是错的 待会我会说出来 那基础勾五法这篇文章 它的真正的文章的原文呢 原本呢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 大家如果知道它原本在哪里 可以把链接发给我 那它的文章的内容呢 还是很容易搜出来的 它文章内容其实就是这样的 说若所设为基数 以基率六除之 开平方之得数 再以勾古弦各率乘之 即得弦之数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面积 然后我们把它的面积除以六 再开一个根号 再分别乘以三四五 我们就知道这个三角形三面之场了 那它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相似三角形 它的面积之比呢 是边长比的平方 如果这个直角三角形和 三边长为三四五 这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然后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就能利用这个原理 求出这个三角形的三面之场 因为三四五呢 这个直角三角形它面积是六嘛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比较简单 但是呢 康熙写的这句话 其实是有问题的 大家发现了没有 他忽略了前提条件 用这个方法呢 要求三角形的边长 那这个三角形 首先必须和 沟三古四玄武 这个三角形相似 如果这个三角形 铺和沟三古四玄武 这三角形相似 是不能用这个方法 求三面之场的 我不知道康熙 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有 那有的人可能听说 康熙写过其他的数学文章 就比如说数理精英等等等等 但是呢 数理精英这套书 并不是康熙自己写的 是他命令别人写的 所以并不能算作是他的数学成就 算是他可能懂其中的一些 那总的来说 康熙对他的数学水平究竟怎么样呢 从流传的文章来看好 并不包括他日常说过的话 因为那个其实不算数的 就从流传的文章来看 他一生呢 就留下过那么两篇文章吧 第一篇文章确定是他写的 第二篇文章呢 一次是他写的 而且这篇一次是他写的文章呢 内容也是错的 而且这两篇文章呢 都是关于勾股定理的 其实并不算是很创新的 因为咱们中国人真的很早很早 就知道了勾股定理 而且呢 对他有很深入的了解 就比如说东汉末年的数学家赵爽 他就制造了勾股原方图 这个图呢 其实蕴含了很深刻的数学思想 你要是理解了这个图 就完全理解了勾股定理 这个图实际上给了你一个勾股定理的证明 就是说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斜边C的平方 为什么等于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出来吗 如果你看出来了 可以在评论区中说出来 所以呢 康熙 他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创新 咱们中国人老早 对勾股定理就很深刻的理解了 但是就在清朝的环境而言 康熙 他的数学水平在清朝朝内 应该算是最高的那一批 毕竟当时是古代 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 而少数十字的读书人呢 都拼命的在读四书五经 想考个公民 对数学呢 居然是不屑一顾的 或者就算感兴趣也没时间学数学 毕竟数学并不能帮助他们考取公民 所以呢 知道勾股定理的人都非常的少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康熙他的数学水平在国内呢 当然算是很高的 但是放眼国际呢 他的数学水平可能就不算那么高了 当时西方已经诞生了很多厉害的数学家 就比如说费马呀 牛顿啊 莱坤尼斯啊 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数学公式啊 还有定理呀 猜想啊等等等等 就比如说费马 提出了费马猜想 牛顿莱坤尼斯创立了维基分 这些东西呢 都远比购物定理要复杂的多 所以呢 就这两篇数学论文展现出的数学水平来看 康熙他的数学水平呢 在国内算是很高的 但是放眼国际呢 确实不太够看 那第二个问题 康熙喜欢数学吗 我个人觉得哈 他对数学呢 感兴趣 但是并不能算不做是喜欢数学 他对数学感兴趣这件事情呢 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毕竟他是一个皇帝 挺忙的 还能抽出时间来学数学 还留了两篇数学的著作 这是很难得的 有此也能看出来康熙对数学感兴趣 但是他是真的达不到喜欢数学的程度 喜欢数学的人都知道 除了数学之外 非喜欢干什么 当然就是推广自己的思想了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要更多人学习数学 让更多人承认自己 你看古今中外所有的数学家 除了数学科研之外 非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推广数学 推广数学 无论是发表文章啊 还是建立研究所啊 建立数学系啊 还是建立数学学派啊 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推广数学 就比如说欧拉 发表了那么多篇文章 几十卷 有此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学数学 就比如说 数学家西尔伯特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 他就建立了个庭根学派嘛 再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数学家 华洛根他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系 等等等等 所有的数学家呢 除了科研之外 真的会不遗余力的推广数学这个学科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这个其实想一下很正常 就比如说大家如果喜欢一个事情 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安利给别人 让自己的周围的人呢 让更多的人呢 都喜欢这个事情 但是康熙呢 你看看 他自己虽然说是喜欢数学 但是他推广了数学 是没有的 当时那个年代呢 西方各个国家都在建立科学院 数学院 但是康熙 别说建立科学院 数学院了都闭关锁国了 根本就 并不想让数学流通嘛 而且有很多证据其实表明 康熙他是禁止数学思想传播 禁止科学思想传播的 因为他不想人们知道太多的知识 因为知道太多的知识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 就是因为康熙咱们中国的科技 才全方位的落后于西方 就比如说著名的天文学家 天文史学家 科学史学家 习宗泽院士呢 在访谈中就犀利的指出来 康熙盛世是中国科技衰落的开始 他在文章中呢 就说在明朝之前 咱们国内呢 科技其实并不比西方落后 但是呢 因为康熙禁锢学术思想 咱们中国科技才慢慢的比西方落后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篇的访谈 所以呢 我们并不能说康熙喜欢术熙 他对于术熙呢 仅仅是有一点兴趣 他的喜欢呢 是非常狭爱的喜欢 术熙呢 就好比一只喜欢在空中 自由在偶像的熊鹰 而康熙呢 非要把他抓起来 关在笼子里面 而且这个笼子特别的小 而且禁止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接触他 那这些熊鹰呢 只能一辈子孤苦淋淋的 被关在这个笼子里面 见不到任何人 这算是喜欢吗 这算是并交吧 一个真正喜欢数学的人 怎么可能会禁止数学的传播 怎么可能害怕别人学数学呢 真正喜欢数学的人 会不遗余力的推广 让所有的人都能学数学 因为有更多人学数学 能够交流的人就更多呀 好吧 这是我的观点 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问题 康熙他真的会微积分吗 有很多人似乎对这个感兴趣 有很多人呢 都认为康熙会微积分 我之前很早的视频里面 多人在弹幕啊 或者评论区中指出来 康熙会微积分 但是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史料 表明康熙真的会微积分 别说他写的文字了 就算是他说的话 记录下来也没有表明他会微积分的 可能是我看的史料不够多 大家如果知道有明确的史料的话呢 可以告诉我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呢 我是并不相信康熙会微积分 因为从历史来看 微积分呢 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在17世纪末 也就是168几年才发明的 那个时候呢康熙已经30多岁了 而且刚发明微积分的时候呢 那时候微积分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微积分呢 根本没几个人懂 可以说可能除了牛顿莱布尼茨 或者说第一时间看到他们手稿的人 才能看得懂 其余的人呢大概是不懂的 然后呢 从那边创出来之后呢 再到中国来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而且呢那些传教士 他的数学水平真的有那么高吗 我是不太相信的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不相信康熙会微积分 但是有可能他真的会好吧 不管怎么说都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就从时间上来看 我是不太想起会微积分的 大家不要忘记和普通的数学家不一样 康熙他是一个皇帝啊 那如果一个皇帝他的水平呢 是不是有10分 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水平的话呢 那在下面的大臣看来 皇帝的水平肯定 而且也只能是100分 因为如果一个大臣 他真的敢说皇帝的水平只有10分的话呢 那他如果被皇帝记在心里 轻则呢升不了职 中则呢可能还要被贬值 对吧 所以呢皇帝如果有任何比较科学 说的比较有道理的话呢 就会被大臣记录下来 然后疯狂疯狂的吹捧 所以呢这也是可能大家一直认为 康熙数学水平很高的原因 就从这两篇文章来看 一篇呢是三角形推算法的 另外一篇呢是基球勾股法 只能说康熙他对于数学是有一定理解的 但是绝对不能说他的数学水平很高 对吧 以上呢就是我所有的观点的 不知道大家统一吗 统一的扣1不同意的扣2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群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咱们可以进去友好探讨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我在b站上看到了一则 让我非常愤怒的新闻 安徽某高校教授在给一个高中的高中生做公开演讲 注意好是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学生读书就是为了钱不要谈什么理想抱负 金钱就是力量有钱就是一切 这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对的言论了 但是更恶劣的还在后面 他后面又说读书就是为了和外国的优良基因相融合 和外国人生了孩子以后能够产生更强大有力的基因 我无法想象这样恶劣的言论竟然是从一个大学教授嘴中蹦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就是公开说外国人的基因比中国人的要优秀 你只有和外国人才能生出基因更强大更好的孩子吗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这番言论 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 避重就轻只讲了他宣扬功利主义思想也就是前面有关金钱的部分 而忽略了后面更加恶劣影响更为坏的优良基因论 哎同学们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这样的人配当大学教授 配当老师配去给高中生做公开演讲吗 根本就不配啊 你瞧瞧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这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日本才有的人种基因论呀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去这个学校做演讲 我们都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发表我类似的言论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做过家教教过学生 现在在当助教也在教学生算是半个老师吧 我以后可能还会一直教学生 我一直都对教育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 非常喜欢教课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怎么样当一个好的老师 要想当一个好的老师 在上课做报告做演讲之前 你可能需要对讲的内容非常的了解了如指掌 你还可能需要支持渊博 这样才能从更高的观点看问题 讲解问题的时候更加清楚 你还可能需要非常的耐心 耐心的回答学生的问题等等等等 但是要想当一个好的老师 或者说所有的老师 不管你教的好还是教的不好 你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三观 因为老师他会总是和学生待在一起 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影响着学生 影响学生的三观 一个三观不正的老师 很可能就会教出来一些三观不正的学生 我为什么对这个新闻感到非常的愤怒呢 因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是一个老师啊 应该为人师表 可他却说出了这么恶劣的话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这样的人 还能够不止一时的进入高中给高中生做演讲 我更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他说出如此恶劣的话 影响这么坏的话之后 所受到的处罚仅仅是回家反省 难道你指望着他反省之后 继续回学校来祸害学生吗 哎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子姨 咱们又见面了好 前段时间我出了一期视频 讲了如何运用代数几何的方法 去解决平面几何中的帕斯卡定理 那代数几何一般是博士才学的内容 而帕斯卡定理呢 是中学平面几何的经典问题 那就相当于我们用博士的数学知识 解决了中学的问题 那就相当于大炮打蚊子了 就有同学问了 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呢 其他可以用高深的数学知识 解决初等数学问题的例子 答案当然是有的 而且有很多 就比如说咱们评论区中 就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用费马大定理来证明三次更号二 是无理数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 我就讲讲如何用费马大定理快速的证明 三次更号二是无理数 实际上证明只要一行 而且我们可以得到更广泛的结论 我们可以证明当n大于等于三的时候 任何n次更号二 都是无理数 好吧 那我就开始证明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费马大定理 费马大定理说的是 当n是一个大于2的整数时 这个方程没有非平凡的整数解 没有非平凡的整数解 这就是费马大定理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注意一下 是没有非平凡的整数解 但是它有一些平凡的整数解 那什么是平凡的整数解呢 就比如说 我令x等于0 那我令y等于z 那就比如说0 y y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解对吧 那这个解就是较平凡的解 因为x它是等于0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定义什么是平凡的解了 就是x等于0 或y等于0 或c等于0 这就是平凡的解 那费马大定理说的是 不存在 x0 y0 c0 然后每个都是 它们三个都是整数 然后它不等于0 它不等于0 它不等于0 是的 注意哈 这是费马大定理的另外一个表述 因为它永远会有平凡的解 如果你令x等于0 或者令y等于0 或者令z等于0 那n是基数的时候 你就x的n次方加上-x的n次方 那就等于0 对吧 那n是基数 它永远会有些平凡的解 我们把这些解排除之外 把这些解排除掉了 然后费马大定理就说的是 那就没有其他的解了 所有的解只能是平凡的解 或者说你就是这样的 好吧 这就是费马大定理 第二个 要注意啊 它是没有整数解 但是它永远会有其他的非整数的解 就比如说你 就比如说 就当n等于3的时候 你定x等于1 y等于1 c 等于三次根号2 那这个是它的一组解 但是呢 它不是整数解 好吧 所以这就是要注意的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方程 永远会有一些平凡的整数解 我们不要把这些解去掉 然后没有其他的整数解 第二个就是它否则会有一些非整数的解 就比如说实数有些解 我们也不考虑这些解 这是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表述过程 那我们怎么用费马大定理来证明 就比如说三次根号2 不是有理数呢 其实很容易证 我们怎么证呢 就反证法吧 假设 它是有理数 那根据有理数定义 它就一定能写成pq 然后pq是整数 然后呢 p和q是互数的 且p和q都不是0 因为三次根号2不是0 对吧 它就一定能写成这样子 然后我两边就同时开三次方吧 然后就 注意这里pq都是整数 所以我们其实就找到了一组数pqq 对吧 满足这个三次方程 就矛盾了 因为费马大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这个东西没有非平凡的解 你看这个p不是0 q不是0 但是我们找到这么一组数 就矛盾了 对吧 因为费马大定理说的是这个没有非平凡的整数解 好吧 那这就是证明了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更一般的当n大于20 但是n次根号2 不是有底数 那怎么证呢 一样的吗 还是假设 若它是有底数 那这样 然后pq是op不等于0 q不等于0 然后 然后就矛盾了 约p和 矛盾于非马大定理 这个了 没有 矛盾了 所以呢 n次根号2 就不是有底数的 这就证明完毕了 有没有觉得证明特别的简单 你看 就一行 这里也一行 证明特别的简单 但是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是证明不能用非马大定理来证明根号2 它不是有底数 因为非马大定理本质上涉及到大于f的方程 而根号是个f的 所以没办法用非马大定理来证明根号2 不是有底数 然后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本质上 这个论证其实有一点循环论证 因为 数学家康纳德在这里面说了 如果我们想要证明非马大定理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用到一类数 它不是有底数的 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它不是有底数 所以我们本质上是需要用到这些知识去证明非马大定理 再用非马大定理来 回头过头来证明它不是有底数 这就有一点循环论证了 其实不太好 那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来证明 这些东西不是有底数 就比如说艾森斯坦判别法 但是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那属于现行代数的知识 以后有时间我就讲 好吧 那我已经讲完了如何用非马大定理 快速的证明三次高二十五里数 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了 用非马大定理来证明三次高二十五里数 其实是有循环论证的 因为当我们证明非马大定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一类数是五里数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就比如说艾森斯坦判别法 来证明三次高二十五里数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好的话呢 可以给个三连点个关注 当然点个免费赞也行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子一 咱们见面了好 之前的同学问我 能不能出一期视频讲一讲 如何用大学的数学知识 解决高中的数学问题 我想了一想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接下来呢 我想出好几期视频 来讲一讲 怎么用大学的数学知识 来解决高中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比较难的问题 当然了 因为我说的是用大学的数学知识 所以呢 我用的知识 用的思想 可能主要来源于大学的数学科本 就比如说高数啊 线性代数啊 穿上代数啊等等等等 当然了 因为要解决的是高中数学问题 所以我会讲的通俗一动 能让没有学习过大学数学 没有相关基础的高中生 也能够听懂 并且听懂之后呢 能够运用其中的方法 其中的思想 来解决以后 可能要面对的数学问题 所以正在看我视频的高中同学们 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一听到大学数学 就觉得很困难很神秘 学不下去 我会尽量用非常简单的数学语言 讲的非常清楚的 我相信你看完我视频之后呢 就会觉得 诶大学数学好像也不是很困难 我也可以掌握 我也可以学习啊 我相信你看完我视频之后 真的会有这个体会的 那今天呢 我就先讲一个非常经典的 可以有大学数学知识 解决高中数学问题的例子 怎么用隐含数求导求曲线的切线 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同学 听说过隐含数求导 我高中的时候 高中数学老师就提到过 但是他并没有仔细讲 在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需要求曲线 尤其是圆锥曲线 在某一点处的切线 就拿椭圆来说 我们怎么求椭圆上面某一点处的切线呢 我们首先是把椭圆分成两部分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然后呢分别写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函数表达式 一般来说上半部分是正的根号下什么 下半部分呢是负的根号下什么 然后呢我们再给这个函数求导 求导之后呢我们就自然呢能写出那一点处切线的斜率了 有了斜率之后呢我们就能求出切线的方程了 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做的这是非常标准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并不难 但问题是计算的有点复杂的 我们要求根号下一个函数的导数 这个呢还是有一点复杂的 而且可能容易算错 那今天呢我就想想怎么用隐含数求导 来求出曲线在某一点处的切线 当你掌握这个方法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突然只要一两步就写完了 而且呢几乎不会犯错 是个非常有用而且非常高效的办法 那接下来呢我就准备讲了 希望大家尤其是高中生一定要认真的听 因为这个方法真的非常有用 当你掌握这个方法之后呢 这些问题就非常的非常的简单了好吧 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我先以椭圆为例讲一讲 怎么用隐含数来求椭圆在某一点的切线 假设这个是椭圆的方程呢 然后这一点是X0Y0 那怎么求这一点的切线呢 怎么用隐含数求呢 其实隐含数的思想就是 如果我们看这一点的非常小的一个区域 就比如说这一块 如果我们看这一块 画一下 如果我们只看这一块 非常小的一个区域 那这一条线段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对吧 因为每个X呢对应着唯一的一个Y 这一段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函数 整体的这个椭圆呢 它并不是一个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点它可以一个X 它有两个Y跟它对应 对吧 但是在这个一小段呢 每个点它只和一个Y对应 对吧 它就是一个函数了 对吧 这个曲线其实你就可以看成一个函数 可以把它写成Y0FX 这样一个形式 而我们要求切线呢 其实我们只要关注这一小段就行了 对吧 因为就比如说一个非常长的曲线 那我们求这个切线 其实我们只需要 关注这么小的一段就行了 对吧 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么一小段 为什么呢 因为求切线跟外面的这些没有关系啊 只跟这么一小段有关系 对吧 同样的椭圆呢 它的这点切线 只跟它非常近的这一部分 这一小部分有关 跟外面的这些呢 是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这一小段 那在这一小段呢 我给一个变量我给X求导 对吧 可以吗 对X求导 对吧 然后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2X 然后这里给X求导呢 其实就是一个符合函数的求导 对吧 那它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2倍的FX 对吧 然后1求导是0 这一步呢 这一步求导 为什么是这个呢 如果大家有点想不通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 他给给他的求导呢 其实就是两倍的FX 就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 你给乱乱乱X这平方 给他求导 你得到什么呢 你是得到这个 这就是一个符合函数的求导 对吧 我就得到了这个 然后呢 把这个化解 你得到了什么 就得到了X 对吧 那FX呢 其实它就是Y嘛 我就是把换一种写法 然后就可以得到 对吧 对吧 然后Y呢 它的导数其实就是这个 对吧 那我们知道 这Y一导 它的导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切心的写率 对吧 任何一个函数 FX Y等于FX 然后你给他求个导呢 这个就代表切心的写率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求出来了 求出来什么呢 在X0 Y0 他切心的写率是多少 按照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 当然了 这一点不能是0 就是不能是这两个点 因为这两个点呢 就不能用导数定理了 然后呢 就在其他的这个点 他的 他切心的写率呢 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自然而然的 可以求出切心的方程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Y的 对吧 特别特别的简单 总的来看呢 什么是隐含数求导呢 就是你直接把Y看成X的一个函数 然后给他求导就行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这个我们求求导数只跟他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呢 有关不用看整体的这个范围 所以呢 这个就求完了 对吧 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就是常见的例子 什么呢 双曲线 就比如说长成这样的 X这个 写成这样的 对吧 那我要取上面的一个点X0Y0 那这一点切线怎么求呢 同样的 在这一点附近呢 就比如说在这个小范围内 Y还是X的一个函数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把Y看成X的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给他求导 你先如果你不熟气的话呢 你可以先把它写成这样子 对吧 然后两边同时求导 你可以得到什么 你可以得到这个 对X的对X的求导 你可以得到这个对吧 然后呢 你就得到什么 对吧 然后你就得到了 对吧 然后他在X0Y0处的斜率是多少呢 就是 对吧 同样的Y0不能等于 然后他切线方程不就写出来的吗 对吧 这就是隐含数求导有没有觉得特别特别的方便 从这个例子和这个例子 那再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呃之前我讲过的一道题就是 椭圆曲线 就比如说是这样的 对吧 椭圆曲线 可能大概长 这样子吧 然后他再他一点 什么求切线呢 还是同样的方法 把Y看成 Fx的一函数 然后呢 用隐含数求导 这个时候呢 我就先写简单一点 好吧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切线的斜率了 对吧 然后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同样的对于更一般的 对于更一般的函数呢 大家可以学会 就比如说是这样的 或者说 这样的函数 对于这种函数呢 大家应该也要学会 怎么用隐含数求导 求切线的方程好吧 那这就是今天我讲内容了 本质上隐含数求导 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我只是 总的来说就是 在这一点附近呢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 Y是X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你就把Y写成Fx正形式 然后两边同时对X求导 你就可以求出他的导函数 从而得到他切线的斜率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已经讲完了 怎么用隐含数求导 求曲线的切线 并且举了好几个例子 就比如说 椭圆了双曲线了 椭圆曲线了等等等等 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 理解扣1 没有理解扣2 隐含数求导呢 并没有大家想到那么复杂 那么神秘 他的思想 其实真的很简单 如果没有求曲线在某一点处的切线 那我们 在那一点的充分小的范围内呢 可以把曲线就是看成一个函数 可以把它写成y等于fx这样一个形式 写成这个形式之后呢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对x求导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y1匹 也就是曲线在这一点处切线的斜率 那有了斜率之后呢 我们就求出切线的方程了 这就是非常自然的 非常有用的办法 大家掌握之后呢 以后这种题目就真的一下子就可以写出来 而且基本不会算错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吧 那就goodbye everyon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VV 咱们又见面了哈 在上期视频中呢 我讲了一个 我认为的美国数学教育的缺点 结果发现大家对这个问题呢 特别感兴趣 很多人呢 都纷纷的在我上期的视频下面 留下了自己的评论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大部分的言论呢 都非常的友善 有不少人就我上期的言论呢 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还有一小部分人呢 对我上期的言论感到困惑乃至质疑 可能觉得我讲的不太恰当吧 这些疑问困惑乃至质疑呢 都是非常合理 而且非常有趣的 我本来想在这期视频中呢 更加详细更加全面的介绍一下 我对美国教育的整体看法 但是要知道 谈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这个话题非常的大非常的深 我根本就把握不住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这期视频 我最好还是只回答一下 大家在上期视频中提的一些疑问 尤其是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非常的有意思 也非常的有代表性 我再声明一下 在这里我只谈论美国数学和美国数学教育 至于更高层面的东西 我不懂就不乱说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讨论 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 发表自己的看法 谢谢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评论 这位同学评论说 既然欧美数学这么菜 为啥欧美人几乎包揽了全部世界数学大奖 世界数学难题都是欧美人原创的 这个同学的疑问非常的尖锐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方式就不对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并不成立的问题 首先我在上期视频中 根本没有说过欧美数学很菜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我只是指出了美国数学教育制度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美国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手算能力 导致学生的手算能力都非常的差 非常依赖计算器 我并没有说欧美的数学很菜 实际上任何的教育制度都有缺点 咱们国内的教育制度有缺点 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有缺点 我只是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缺点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欧美数学很菜 这样一个观点 这位同学明显是上纲上线了 歪曲了我本来的意思 实际上欧美数学是很强的 第二个问题呢 我上期视频只谈论了美国的数学教育 而这位同学一上来 却把欧美混为一谈 将欧美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知 虽然我们平常总说欧美欧美 因为欧洲和美国的联系非常的紧密 他们的关系也很好 都是西方世界 但是就从教育制度而言 欧洲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差别非常大 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 而且欧洲内部每个国家之间的教育制度差的也很大 就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等 虽然他们都是欧洲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方式 确实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教育制度时 我们需要把每个国家单独拎出来看 不能把欧美视作一个整体 这样的看法是严重不对的 那既然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那我们就换一个问问题的方式嘛 那我们既然在谈论美国的数学教育制度 那这位同学的问题自然而然的 就从为什么欧美包揽了所有的数学奖项 变成了美国数学家有没有包揽所有的数学奖项 美国的数学教育制度有没有碾压其他国家呢 答案是没有的 我们来看一看菲尔茨奖 这是数学界中最重要的奖项 在过去20年中 一共举行了六四国际数学家大会 有22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这一荣誉 其中有两名数学家来自美国 一名呢是巴尔盖瓦 他在14年获得了菲尔茨奖 另外一名呢是许君尔 我们提到过 在去年呢获得了菲尔茨奖 其实严格来说只有巴尔盖瓦一个人算是美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 因为许君尔他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韩国读的 他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算是美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 但是他获奖的时候已经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就把他算作美国数学家吧 那就从获得菲尔茨奖的情况来看 美国数学强吗 当然很强了 要知道过去20年 美国有两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 很多国家就比如说我们国家 一直都没有人获得过菲尔茨奖 但是美国数学真的强大到可以碾压其他国家的地步了吗 明显没有的 就比如说在过去20年中 法国有五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 俄罗斯有三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 都比美国要多 所以就从数学来看 法国和俄罗斯的数学并不比美国要差的 甚至美国现在的数学教育应该是不如美国以前的数学教育的 如果我们时间再往前翻 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中 美国一共有7位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 要知道从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中 只有两位美国数学家获得了菲尔茨奖 所以就从获奖情况来看 美国的数学教育反而是退步的 所以对于评论区中这个同学问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美国数学是非常强的 它能培养出菲尔茨奖得主 但是呢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包烂所有数学奖项的第一步 像法国俄罗斯获奖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不能把欧北混为一谈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同学的评论 这个评论呢有很多人点了赞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评论 这个同学评论说不 我觉得美的教育挺成功的 只会用计算器的学校圈能招来 阿普这样的学霸当助教 我不行圈能招来 比我牛很多的人帮我 首解薛定和方程的我 却骑着滴滴风外卖 这个同学的评论非常有意思 首先这个同学犯了和之前的同学一样的错误 我并没有说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我只是指出了美国数学教育中的一个缺点而已 我并没有说他的教育是好是坏 我更没有否定美国的数学教育 大家千万不要上纲上线了 我只是指出了一个缺点而已 而且被拍后面23位和首解薛定和方程 这两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不是一个难度的 一个是小学难度 另外一个是大学难度 我不知道这个同学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说 这样是没有道理没有逻辑的 不过这个同学有个地方说的特别对 就是美国的确能挖来很多的科研人才 但是这跟教育就没有关系了 我就不提了 我已经读完了两个评论了 而且根据这两个评论呢 我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 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大家部分的疑惑呢 如果大家仍然有疑问或者有意见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中说出来 咱们可以进行友好理性的交流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子一 咱们又见面了 前段时间呢 国内的疫情真的突然就放开了 不再强制隔离了 然后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呢 突然就变得非常的快了 有很多人立刻就痒了 哎 我这几年呢 一直都待在美国 大家知道一直以来呢 美国的疫情都是极其严重的 有非常多的人都感染了 我周围绝大部分 注意还是绝大部分的同学朋友和老师 都感染过新冠 有不少人还感染过两次以上 我本人呢 也是有几次 有一次感染新冠 的时候 所以说我整个人呢 其实是被新冠包围了 接下来呢 我就根据我的实际经历 讲讲一些看法和意见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疫情最开始的那一年呢 也就是2020年 整个一年 其实我都是待在家里的 没怎么出门 所以就很安全 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 但是随后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尤其是不在线上上课的 要强制的线下上课 然后我就接触到很多人 然后呢 我就好几次出现了感冒啊 发烧咳嗽等症状 尤其是有两次 一次是去年的9月份 一次是今年的暑假 这两次呢 我都有非常强烈的症状 感冒 发烧 咳嗽 流鼻涕 喉咙痛 胸闷等等 基本上呢 新冠该有的症状我都有了 而且持续了好几天 但是呢 我自己用知识盒测的时候 是阴性 我就想肯定不准 我八九十八九是痒了 然后我准备去医院测一测 但是后来一想医院的人很多 太危险了 然后就没有去 我就待在家里 然后过几天他就好了 虽然我不敢确保自己是否得过新冠 但是新冠该有的症状和心路历程 我都经历过 首先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慌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虽然很多人都说 得了新冠就像得一场小感冒一样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但是万一自己很倒霉呢 万一自己得了新冠之后症状特别严重 甚至被嘎了怎么办呢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没有理由不害怕 然后呢 我就有一些自责和内疚 因为我特别害怕传染给别人 在新冠的这些症状表现出来之前呢 我也接触过一些人 我特别害怕传染给他们 然后就很内疚和自责 最后呢 其实我也想搞清楚 到底是谁传染给我 我想把这个传染路径搞清楚 那我是怎么应对的呢 首先我一直强迫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 然后在心里不断的暗示自己 不要慌不要慌 没什么大不了的 强迫自己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转移注意力不得不说还是挺有用的 最开始我就晃了半天后面呢 就一直比较冷静了 然后就看看书 想想数学问题 然后几天一直待在房间里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就自然的好了 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呢 大家首先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要慌忙 慌忙就会出错 当你或者你的朋友出现类似的新冠感染的症状的时候呢 不要马上去医院 因为医院人很多很危险 很有可能你自己本身真的就是一个小感冒 然后你去了一趟医院被感染了 即使你要去医院呢 一定要全副武装 其实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 有些人呢得了新冠之后 其实他承受的心理压力比自己的身体所遭受的痛苦还要大的很多 一方面呢害怕自己传染给别人传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另外一方面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毒瘤 然后疏远自己 然后排斥自己 歧视自己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强迫自己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不要再想这个东西了 最好是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比如说看看书了 和朋友聊聊天了 看看电影了等等等等 你想想自己已经得了新冠了 身体已经很难受了 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更大的心理压力呢 对吧 对自己好一点 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信心 有勇气 去能够面对这个新冠 好吧 那最后呢 最后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最好不要感染新冠 即使你感染了 也希望你能够马上恢复 好吧 那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子姨 咱们又见面了哈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本有关陶志轩童年时候的回忆录 他作者凯南门特应该是一名专门从事天才儿童数学教育的老师 书中记载了几次他和陶志轩七八岁时候相见的经历 而且记载了很多他当时问陶志轩的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 作者每一次与陶志轩见面的时候 都会被他的数学才华深深的震撼到 而我看了这本回忆录之后呢 更是大为震撼 要知道之前国内外媒体报道陶志轩童年的经历 一般只会着重强调他七岁开始学微积分 这也是之前我对陶志轩童年时候的印象 当然了七岁的学微积分 已经可以说明陶志轩非常的厉害 是一位天才儿童的 但是看了这本回忆录之后 我才发现七岁的学微积分 根本完全不足以展示陶志轩的数学天赋 在这本回忆录中呢 我们会发现陶志轩六岁的时候 就会编成语言了 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代码 而且他七岁的时候不仅开始学习微积分 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群 要知道一般来说 只有大学数学系大二的学生 在学习抽象代数这门课程的时候 才会接触到群这个概念 不是数学系的同学呢 他不用学习抽象代数 可能就接触不到群这个概念了 而且抽象代数这门课程呢 是比微积分难很多的 而陶志轩能够清楚的掌握群这个概念 说明他的数学天赋真的非常之高 而且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是 陶志轩的学习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 这位老师在测试陶志轩数学水平的时候呢 最开始问了他一些很基本的积分问题 陶志轩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仅仅过去非常短的时间之后 陶志轩不仅能算这些非常简单的积分 他特别复杂的积分 他也知道怎么算 而且也会解微分方程 而随后呢 他又用basic这个编程语言 写了一篇有关数学的小文章 可以说真的很了不起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大概的看一看这篇回忆录 我相信你看完这篇回忆录之后 也会深感震撼 那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篇回忆录 看看他到底讲了什么 这篇回忆录的标题呢 就叫陶哲轩 作者呢 是他是一位老师 他是怎么认识陶哲轩的呢 其实比较有意思 在1983年的4月27号 这位老师第一次听说陶哲轩的名字 日期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看来他对陶哲轩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他是怎么听到的呢 是因为他当天早上看了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里面呢 有一份报道 标题就是陶哲轩一位七岁上高中的天才 这份报纸里面大概就是说陶哲轩花了他五分之二的学校时间 在这所高中 在这所高中中呢 他学习十一年级的数学和物理 十一年级呢 就是高二 看得出来陶哲轩他在七岁的时候 就学习高二的数学和物理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天才 后来呢 就是很多背景介绍了 然后他到底是怎么认识陶哲轩的呢 是一个机缘巧合 在1983年的6月呢 他去参加一个有关天才孩子的教育的会议 正好陶哲轩的父亲呢 也在这个会议上 会议结束之后呢 陶哲轩的父亲就邀请这位老师去他家做客和陶哲轩交流 然后他又去了 然后在1983年的7月26号 这一天他第一次去陶哲轩家里 他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这一天呢 是陶哲轩八岁生日前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他七岁的最后一天 在这一天呢 他就去了陶哲轩家里 一进去呢 就发现陶哲轩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读一本书 什么书呢 微积分 就是我们大学学的微积分 他当时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啊 就在学微积分 可以看得出来他特别特别的厉害 后来呢 这位老师就要测试陶哲轩的数学水平 他首先给他做了60道题 这个 这个题目呢 是来源于这个test上面 是这个测试中的60道题 然后结果呢 陶哲轩60道题全对 然后举了其中的一道题目的例子 第58道题呢 是这样一个问题 用pqr来表示derta 那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这个问题 并不困难 但是要知道陶哲轩 当时只有七岁啊 而七岁一般来说 可能就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代数 这样一个概念 所有的数字运算都是具体的运算 而这个题目呢 已经涉及到代数的运算了 用pqr 而不是具体的数字 所以陶哲轩能写出来说明他真的很厉害 当然这个题目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说 这个老师说呢 一般来说12年级的学生 也就是高三的学生呢 一般60道题只能打对53道 然后之前这个老师也测试过其他的一些天才儿童 但是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其他的天才儿童最多呢 也就是60道题写了 写对了57道 而陶哲轩呢 60道题全部对了 而且他是陶哲轩是这些测试人中最年轻最年轻的学生了 真的很厉害很了不起 接下来呢 这位老师又继续问了他八个问题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两个圆 一个班情为二 一个班情为三 他们中心的距离是四 那他会不会相交 真的八个问题 陶哲轩呢 都回答的特别特别的好 当然这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要来了 这位老师在观察陶哲轩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他特别喜欢用代数的方法 然后这位老师就测试他的代数水平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对话 这个老师问你知道什么是实数的结合率和交换率吗 然后陶哲轩都回答特别特别好 然后真正真正的中头系来了 这个老师问他什么是群 大家要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是什么时候学的 是大二学的我们大二学生发会学群 但是陶哲轩呢 能把他们的定义说的特别好